好 因为现在BJ Studio可以开发各式应用程序 所以在这边要特别注意 我们通常建立新的专案开始 那进入你选择建立新的专案的话 那开始就要问你 到你专案的那个类型是哪一个 那第一件事情 如果说你的BJ要安装一大堆 你这边选项就很困难 如果说你安装只安装我们C 下 大概没有像老师 这边还有其他的选项 我稍微注意一下 如果说什么东西安装 这边就很复杂 所以第一个你要选是C Sharp 是那个Windows平台的 因为现在其实可以跨平台 跨到IOS 跨到Android的平台去 那确实是桌面的 先把这几个选项选来 那再来要仔细小心一点 我们第一个先选Console Console就是主控台的 那Console的话 你也可以开到这边做一个筛选 没有用 因为我们现在是中文版本 假如是中文然后就是 主控台上可能比较好找 好C Sharp 不是这个记得我听清楚 这个是跨平台的 MacOS的 我们要的是这一个那个 那另外是这个是VB 不是 好我们有大Net Framework这个 所以记得我们要的是主控台 应用程式 不像大Net Framework 所以这边是C Sharp Windows主控台 所以要注意一下 不是说你压了别的层次 就没办法执行 只是这样的执行的平台 就不是在Windows之下 那到时候你的作业 可能Windows就没办法使用 没办法执行 所以确定 主控台应用程式 就是后面有一个括号 单列Famwork这一个 那by default 先确定一下位置 麻烦你把它放到你的桌面 这样的比较好找 这是老师的桌面 放到桌面 好那开始命名你的专案名称 我们专案名称是B 你们是09吗 还是109 B09502 你的学号 你的中文名字也可以的 那记得要选一个assignment是002或02的 好那我提醒大家从专案进去 那 Visual Studio其实包了一个方案 所以这两个是一个方案的目录名称 这个是一个这个是专案名称 这是目录名称 一模一样的时候会搞混 所以老师的习惯是加上一个solution 那我知道将来V就是会准备档案的结构 准备一个目录 就是叫这个名称 这是方案的目录 里面呢才有一个专案的目录 用这个名称 那确定它是在桌面上头 那你当年Famwork大概4.7 其中有一个版本4.6很稳 如果说你的电脑比较老旧 准备给给那个比较老旧电脑用的话 那你可能点4.6回去比较OK 不过都OK啦 比如说我们选4.6也可以 那其实我们要的元件都有 4.0版本就有了 那现在是4.7或是你不一样 甚至有些同行安装4.8都OK 但是你安装4.8将来 那个助教拿去看 那API成绩的时候 你4.8它就要再往下转档 那也OK啦 不过原则上就是不要 不要新到4.8或5.0 所以确定一下 你的是主控的应用程式 就是DoneFM Work C Sharp Windows 好 建立它 那建立之后你就可以到桌面去找 就是说原则上 这个Solution名称就在那地方 好 我们先把这个环境熟悉 所以就在这里头 好 Assignment 02 Solution 好 所以我们很快再来看一下 回忆一下 我们从专案切进去 可是呢VGCD有帮你包了一个专案 好 就是专案的目录 进来有一个专案管理党 这是专案管理党 如果说你很好奇 它其实不用担心它 它是文字党 进来看看 它群退就是一个文字党而已 写的有一些没的 原则上它是因为管理专案嘛 所以目前有一个专案 但里面一定登录一个 这个专案的资料 那这是我们的专案 第一个Council专案 上面第二个 专案里面一定有一个专案管理党 这是专案管理党 也是一个文字模式的党啊 所以不用怕它啊 但是最好不要动它 动它的时候搞不好你专案掉出来 就掉不出来了 所以这是专案党 就是纯粹的文字 它自己在管理用的 那目前不就是已经帮你好了 Council专案就写了一个C校程序 就在这个地方 点CS 你的图像跟老师不太一样 这是跟你的电脑有关 不要管它 好 那最后层次呢 每一个C校 将来你的层次越学越复杂 有很多的C校官 每一个C校的话 会编译成一个独立的一个 所谓目的党 Object Object 那这是中间 中间要编译成 可以执行的程式过程里面 产生的东西都放在OBJ里面 OBJ原来上的就是一个目的党 也就是跟机器语言比较相近的党 那最后能够执行的东西 就放在BIN里面 BIN代表BINALLY 二元的这种简写 那因为你在开外阶段 所以你程式会放在Debug这里面 那目前没有对不对 目前没有 但是呢 VG10已经帮你写了一个 等于是那个 他已经帮你写了一个 我这个可能先关起来 已经帮你写了一个那个 框架在了 所以这时候如果说我们来编译它 因为你现在 这是你的方案 INCASE你的方案总管又不见了 不用担心 不见了 找一些都不见了 那你其实要来这边找 检视这个地方 方案总管 因为它很重要的一个管理的一个视窗 就掉出来就可以了 那你也可以把它 这个是因为 那个绑定的 你可以把它那个弧动的 那假如 那个画桌面有限 你可以这样过来 那再把它展开 那BIN把它压下去 就是钉在这个地方 钉在这个地方 所以目前这是你的方案 这是你的专案 目前有一个专案 当只有一个专案的时候 它就是作用中的专案 所以真的这个作用专案 你可以按这个按钮 快速按钮 就是请它编译 同时进入Debug模式执行 好 怎么看 那你能看到画面一闪即逝哦 一闪即逝 因为呢 Council的用程式 这个MAN执行起来 空空主义 那个结束了 就离开了 离开之后 那个唯一的文字时双就不见了 那个Council就不见了 所以这很正常 那但是你的程式已经编译好了 我们再看一下 在你的Solution这边 在你的Solution这一包里面 这个专案里面 这个BIN 它已经把你变印好 OK哦 都没有错 就是Program.cs都没有错 Debug这个地方已经有程式 这个就是你的程式 你可以搬到哪个地方 丢给你的朋友 它就可以执行 只要它是Windows之后的环境 就可以执行 所以Double Click 画面一闪即逝 可能看不到它的结果 因为它就什么东西都不秀出来 好那为了让它保留在那个地方 那个视窗站在那边 所以麻烦大家先加一行字 加一行字 我们调出Council对不对 再进来这边C 大姐开头 那Intellisense 我们都善用Intellisense 来协助我们完成程式的撰写 只要Intellisense 有highline一个东西 这东西确实你要的 你就可以省掉打字 就看下面到底要做什么 下面是按一个点 还是要做什么 好C还没有秀出来 那你看哦 毛毛虫到这边就给你决定了 这是这个C就是有疑问的 好O 我们再重新 你要让Intellis show出来 就是清干这时候 再打个C 好 O N S 好我招到了对不对 那我就不用打OLE了 那通常你 你调出这个Council 是一个类别名称 你就要存取它的一个功能还是嘛 点下去对不对 好好那我们叫Re R 那甚至你可以因为你看到这个微软的这些所说原件库这些类别库 它的命名方式都是一个英文字母 一个字一个字大写开头 所以你要查找其他快速找到其他东西 你也可以只打每一个字的前面那个字 比如说R L 你看哦 我打一个R L 它V Line已经找到了 那你看到紫色方块 它是一个方法 一个Method 一个函数 那就是准备打左小括 你就打左小括号就好 好那打左小括号 通常进来韩式呼叫里面 这边可能有参数要输入 就像Sign也得给它SATA 那这个韩式呢 其实也秀出来给你看 这个韩式不需要给我 不需要丢这个参数给你 进去给它 它会送出一个字串回来给你 看你要不要收入 收入这个韩式执行之后的东西 那我们不需要的话 好那我们就不送进去 那你可以按那个滑鼠 或是按跳隔键 Tab键 对不起有Tab键不行 好吧 那就乖乖按那个箭头键 把它问号结束起来 好加这一行呢 程式就可以执行 就会停在这边等你输入 等着使用者输入一行 整行有一个那个Enter进去 代表一行结束的时候 他就读到整行 这行就完成任务 完成任务 下一行进来就关掉 就多加这一行 我们就重新在那个编译在执行 视窗就说出来对不对 有一个视窗就停在那边 我们这在除错当中 那你当然打任何字都可以 直到你按了一个Enter下去 就一行结束 那一行结束呢 这个Council就任务就完成了 这Council的任务就完成了 任务完成了 这一行就执行完了 那就跑到下一行 下一行结束了 那程式就结束了 程式就让你结束了 所以按完Enter之后呢 程式就结束了 就不见了 好 那我们刚才不是重新编译过了吗 重新编译过了 那我们再看一下 重新编译过之后 程式又更新在这个地方了 BIN 好 这个程式有被更新了 这个EX一直被盖过去 被改写了 因为我们改了程式 再重新编译 而且成功的 所以Double Click的时候 你看视窗就秀出来 现在停在这个地方了 一样 Enter下去 所以你的程式继续在直选 所以这整个Story是这样的过来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今天呢 有一些任务的要求 所以第一步 我们框架有了 然后呢 这个就是所谓的一个 C-sharp 一个叙述 有点像一个英文的句子 句子 虽然它不是spoken language 是programming language 但是原来上 那个语言总是有这种表述的方式 可能有段落 那你可以把它想成是有点像是一个语言的语句 那因为点呢 点在我们西下文叫做assess 存取值 这个assess 就是英文叫assess 就是一个运算值 是一个operator的一种 那叫assess 所以点号用在这个场合里面 所以不得不 我们一个句子结束呢 不能用点了 不是用点 点是有另外用途 所以我们用那个semi column把它分起来 就有点像英文字的一个段落 那么这就叫一个叙述 或者叫乘述式 那你随时要养成一个习惯 尤其助教会看 两个斜杠下去就是注解 你可以写 这 好 这个是主控台独一行列文字 好 这个就是一个注解 那两个时间一起过去是这种注解 那你可以夹在屁股后面 夹在地方 只要后面的地方 那你如果说夹在前面 只要碰到一个两斜杠 那本来这行层次就变成是一个注解 尽管你现在读起来 就要看到好像一个层次 可是呢 将来的电脑不会管它 这就是注解 你把一个层次呢 有时候在解层次过程里头 我们先把它变成注解 那到时候再把它 那个展开就可以了 那你如果说要把它变成注解 这边有一个按钮 就是注解选取的行 你选取内行把你变成注解 注解起来 然后再回复回来 这边有个按钮在回复取消注解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善用这两个按钮 就是先把程式有错过的地方 先把它变成注解 然后再回来一行去查看 这个是一个注解 所以希望大家养成一个写注解的习惯 因为这是好的程式设计师 应该有这样的一个习性 因为有些在过一两年半年回来之后 你已经忘了当初写程式要做些什么 所以多加注解 多加注解 好那我们的 我们的那个 requirement 就准备写一个稍微说一下 好那我们准备说要做季分 我们写一个那个猜拳也是要算分 对不对 那我们要算那个赢了几次 输了几次 平手几次 他说准备三个counter to count one tied 跟lost the time for the user 因为跟这个我们写的是电脑跟玩家玩嘛 所以分数要记起来 那这些变数呢就是变数要存 对不对 他原来几次要存起来 好 as the member of the enclosing class 那这边比较特殊 Council的专案里面 你看到Council的专案其实架构是这样 这以后我们再讲他 就是Visius有帮你写一个类别 叫class 可以理解 这class叫目前名字叫program 那这个 层次的这个类别内容就是在大括号里面 这边有层次的结构 所以这个class的内容就是这样 就是目前就是program 这个类别里面就是只有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就是C-sharp的切入函数 就是整个层次 整个所有层次的入口点 大型 那这个man function 原则上你可以给他一些参数 让他带进来 那为什么有这个东西呢 这以后有机会老师再跟他谈 那进来之后就层次就一行执行 所以目前有一个类别 但是这个函数是静态的 加了一个static static 概念大概就是说 将来这个class的定义有点像什么 有点像我们机械 在设计一个零件的时候画了一个设计图 比如说设计楼图设计一个螺钉 一个螺钉 好这就是设计图 然后呢 再来制作的人去拿这个那个蓝图 拿你的蓝图 去做出一个那个不锈钢的一个螺钉出来 那那个不锈钢的那个螺钉就是一个物件 这叫类别 那他可能在拿你这个那个蓝图去用那个塑胶的3D链 就是塑胶的螺钉出来 那这个也是个物件 所以从这个类别里面我会衍生物件出来 那物件里面每一个物件你看到刚才是一个不锈钢的 一个是那个塑胶的 它是不是有它的特性的资料 所以物件呢会有物件的资料 那这个时候呢 by default我们在这个类别里面会写它的data 我们会通常呢在一个类别里面会有一些data 那所以原来data内定呢 这个data是跟这个物件帮在一起 可是呢 除了一个类别里面 除了说物件的data之外 可能会想说 那不管你是所谓螺钉 或者是说塑胶螺钉 或者是不锈钢螺钉 都有一个共同的规范 大家的规范都一样 你的材质是不同 一个是不锈钢的一个是塑胶的 可是都有共同规范 比如说你是从那定的一什么标准出来 那定的标准呢 也算是它的data之一 可是这个data呢 是所有东西呢 都共享一份的 那这时候我们会把那个data呢 设计成叫static 就是前面加一个keyword 这以后我们再细谈它 那这边只是提醒它 因为什么 因为我们要把那个游戏 写在这个main function里面 把这个那个猜拠写在main function里面 那main function是静态的 不是它是属于program的类别里面 但是静态 它不是一个物件的函式 是一个独立的静态的函式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函式想成 加了一个static的意味 意味是属于类别位阶的 也就是类别是一个蓝图 是属于蓝图位阶 比如说蓝图里面会有一个 下面会写说设计师是谁啊 这个资料是属于蓝图的 但是做出来物件 物件里面没有一个什么 设计的这种资料 物件就是一根不锈钢螺丁 不是一个塑胶螺丁嘛 所以有些data在设计类别 有些data是属于类别位阶的 那我们会加上static 这种字眼进去 那个类别里面会有data 还有一些方法 所以有些data可能加注了static 有些那个函式可能加注static 像这个地方也加注static 那意味是属于class位阶 将来我们要呼叫这个面法 你不需要透过物件 直接用这个类别名称就可以 直接用这个类别名称 就可以交用这个函式 所以这个函式是一个console里面的静态函式 就是static函式 那先不要管它 因为我们现在要完成这个层次 那刚好要死不死 是因为这个函式是static 所以我们这样的data 我们要用data都要加上static 所以这边只是提醒大家 好那我们准备三个那个变数 那它的变数呢 既然变数形态 你就要取那个设定对 我们用int 用整数来计次 好那所以我们就开始写了 就program里面就准备一个data 那我们讲名称叫什么 叫做one次数 那one 这是我们自己命名的 这是命名的变数名称 那它是哪个type inttype 好所以你看到 看到蓝色的这些东西 是那个c-sharp的keyword 就是你在用c-sharp写生式的时候 你的变数不能用这个 跟它gaming一样 你不能写一个变数名称 叫class 因为class有它的意涵在 所以我们就one的次数 好那这个叫做 那个 你也可以把它初始化为例 这叫初始化为零 好 我们先把它初始化为零 好了 好 所以这边 这是一个类别里面 我们设了一个变数叫one 那初始 最开始把零 记得这个等号 其实是assignment 指定 它叫指定印算值 assignment assignment operator 右边 right hand side的指 右边的指指定到左边 指定到左边 那个指定到左边来 左边的这个变数里面来 好它是int 然后再来同样 那我们是不是有一个int 那个tide 停手 再int loss 零 所以我们宣造了三个变数 那就像我讲的 你在设计 其实你实在已经在设计这个类别 但是这个三个data 没有特别声明 没有特别声明 它叫做动态的 可是我们动态通常不讲 但是呢 这样的话 它静态的韩式 这个main方式静态的韩式 就看不到它 没有办法去改它修改它 听起来很奇怪 不过 原理就是说 在一个类别里面呢 并不是你所有的韩式 都能够存取这些data 要看这个data 是属于类别位阶的 加有static 还是物件位阶 物件就没有特别 特别加修饰词 所以现在我没有加修饰词 那因为这个data 是动态 是属于物件的 可是这样的话 我main就没办法用到它 所以在那边额外 我们将来等一下还要写一个 Winfoam的application 跟它就不太一样 好 那我们这个时候要在前面 加上static 在空格 这个是修饰词 好 Static Intelligence已经抓到 对不对 你就按空格就好 它只会带进来 Static 那同样在这个地方也是static 好 你看到了这样对不对 它其实你没看到 这个VC 它的编辑器 它其实有帮你做indent 这种缩头缩脸漂亮 那万一这个缩头跑掉 你当然可以 你当然可以这样 这样一行去把它修正好 那其实没有必要 就是说 当你发觉这个对位 已经错乱掉的时候 好你就把这几行 highlight它之后 Ctrl 那个X cut掉 再Ctrl Cut掉 对不对 再Ctrl 然后通常电话Ctrl V贴回来 Visual Studio的变异器 会帮你把它修正好 所以你不要自己在那边按空 就先辛辛苦苦 就是 快点这讲 前后这个对位 这个错位已经 已经错乱掉 就把它加起来 所以我们DATA要变成这样 好 那这个是三个变数 所以这里头 其实我们定义三个变数 一个修饰池 主要是这个目的 好那再来准备两个变数 也是两个Variable 那你可以设一个INT Type 或是这个字圆 以后我们稍后你就会看得到 这叫字圆 或叫字串 那我们字串已经比较习惯 对不对 今天我们加了一个INT 这是INT 那我们就准备用字串了 代表这个出手 这个使用者跟电脑的出手 那这边有建议 电脑的出手 我们用INT的变数来收 因为电脑要产生乱数的时候是整数 电脑能够出的是整数 我们用整数代表它 那我们就规划讲好 那使用者的出手 因为使用者比较知道什么Paper Rock或Thesis 所以我们准备说字串用R 用P或用C值代表使用者的输入 所以我们只问好 所以两个人 这两个人出手 我们总要准备好 所以我们就准备一个INT Computer 大写Hand 好 那我们不给它出手指 就是它 那同样的在这前面 我们要加一个修饰值 Static 那事实上 我稍微做一个设计好了 我们就不用这个麻烦 因为ComputerHand 将来其实是在Main Function里头 判定输入 我们把它搬到 把这个地方搬进来 搬到这个韩式里面来 那就不用加Static 就不用加Static 就在Main Function里面 我们准备记录 那个电脑的出手 电脑乱出手 我们用INT 那叫ComputerHand 另外一个呢 好 当这里头概念是这样 我写在 这个是一个Data 对不对 写在类别里面 所以我们称为叫成员 Member Data 这个是DataMember 是属于这个类别DataMember 然后呢 在一个函数里面 定义了这个Data 这个韩式执行的时候 这个Data才存在 这叫区域变数 就叫localware 以后我们会再提到它的概念 这些变数的存在 只有当Main Function 在执行的时候才有 因为那个记忆体是有限的 我一个韩式在执行的时候 会用到一些记忆体 就像草稿子一样 那用完了之后 他可能还没有执行完 又呼叫别的韩式 又继续用记忆体 但是这个韩式执行完的时候 这个记忆体就释放开来 给下一个韩式再使用 所以这些那个叫做区域变数 那因为我们这个ComputerHand 跟那个这个PlayerHand 都是在这边判定输赢 我们不用记录完整的成绩 所以我们都要放在这个地方 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区域变数 那同样的另外一个是 玩家的出手 我们用Stream 所以我们都要做什么 我们都要做那个变数的那个 那个 那个 那个宣告而已 那我们称为叫P-L-A-Y-E-R Hand 你注意看喔 这里头 为什么你 老师会建议大家 一定要回来 就是来学这个语言 目前 你会看到 绿色毛毛虫 好像很恐怖喔 我们再看一下 抱歉啦 这个紫色毛毛虫 你不会有 因为呢 那老师在不就 Studio环境之下 多加了一个扩充的组件 他可以帮我查错字 万一有错字出来的时候 你会看到紫色毛毛虫的线 但是那个跟程式以外错误 没错 红色毛毛虫就代表错误 那绿色毛毛虫呢 是OK 是OK 你不要进来读一下 这个绿色毛毛虫的部分 他会提示你 他为什么绿色毛毛虫出来 他说你用 你宣告 你看他讲 你已经宣告了变数 但是从来没有用到他 意思是说 那个 那个 他是很假的 奇怪 你是不是做虚工 你有定义这个变数 接下来 接下来后面那种都没用到他 所以他只是有点像翁年 其实也不是翁年 只是好心的提示 绿色毛毛虫 就是你做了一些 可能不需要做的事情 在这个地方 但是他语法也没有错误 编译也都会过 没有问题 但是红色毛毛虫就有了 譬如说 这个是一个变数的宣告 说我有一个Prayhand 是一个变数名称 那这个是Stream 那你看 我如果说这个变数名称 加了一个 阿拉伯数字开头 红色毛毛虫出来 所以你要透过这个VS这个环境 来学习这个语言的规范 有没有移进来这个毛毛虫来看 他说 这个 必须是Semicon 因为他碰到1的时候 这里头语法可能不是非常 他解释可能不是非常正 这告诉大家就是说 这个变数设计 不能设计成这样 任何一个变数名称 不能阿拉伯数字开头 能不能用胡号开头 也不行 也不行 那能不能有空格 也不行 不能一个变数不能这样 这个毛虫都出来 所以看你有耐心还是电脑有耐心 这个就是语法的规定 变数名称你自己取 但是要合乎规范 通常变数名称围观就前面呢 只有一个底线可以 其他胡号都不行 也不能阿拉伯数字开头 不能有空格 不能有其他的胡号 但是呢 因为呢 中文字 中文字后面的内码 其实比较复杂 所以有时候你打中文其实是OK的 但是尽量不要用中文 因为中文打实在其实很辛苦 我们尽量变数名称 取那个英文比较快 还有这两个 OK 再回来 所以那建议大家 那 in your console application repeatedly 那个processing is required to print out the current 那我们总是要列印我们这些所谓的分数档 对不对 然后去ask这个user出手 好 那这边有建议说 try to define aesthetic function 那update the content of your scoreboard 比如说你要打印那这个 这个 这个 那个目前的分数表出来 好 比如说建议说你取一个名字叫 display scoreboard 好 which can be repeatedly called 那我们再来试着 程式呢 一条边 从main function进来 从main function进来 对不对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 3不50的呼加另外一个函数 来show这一个那个 成绩表出来 这个概念就出来 好 就有点说 你把部分的程式包成一个函数 那要呼叫他的时候 程式就跳过来这边执行这段程式 那再回去 再跳过来这边执行 好 所以我们准备写一个叫做 display scoreboard的程式 就是要把这个分数秀出来 好 好 竟然要写另外一个函数了 所以我们在main function之外呢 在这个地方写一个函数 那一个函数宣告呢 void 我们不打算旅餐中外 那我们称为叫disp display score void 没有任何参数给他 好 那是正常一个 就是在这个类别里面 又多加了一个函数 那这是合法的 void就不需要retend那么东西 所以里面叙述空空的都ok 但是呢 因为我们没有特别声明 这个函数呢 跟这个函数的差别 是多了一个static 那将来这个main function不能呼叫他 那不行 所以在console这个专案里面 我们的data也好 或是我们的函数 都加一个static进来 主要的目的是以我们程式执行 是在static的静态函式里的执行 所以我们必须要这样处理 所以比较麻烦一点 加上static 好那你这里头 你怎么样秀一个成绩表 我们打算把它打印的比较漂亮一点 好了 所以我们就开始叫谁 请谁帮忙 因为这是console用程式 唯一跟使用者打交的就是这个视窗 那个视窗就是console 请console出来 rightline rightline rightline它打到 萤幕打完之后就会折行 所以你不用担心它 rightline之后呢 那我们可能把它做得比较漂亮 自串 我们打印个自串出来 好这个就是有点像是简单的编排 那下一行呢console rightline 再来我们有学过一个叫做 我们称为叫 简单称为叫sweet 非常甜蜜的自串 那其实它叫做有格式化的自串 所以刚才同学你可能碰到这样 你可能 你可能因为这个 语用法规定就是 你这个自串嘛 就是一个自串 刚才这个自串里面可以放任何东西嘛 放任何东西 好那你这个第一 好我甚至在这边 写一个 coi score b o b o a r d scoreboard 这看你怎么样去催事它 那这个地方就准备把这个三个数值秀出来嘛 对不对 把这个秀在下一行 假设你这样的设定 好那我就scoreboard 控几行 控几个过来 控几个好了 忘 冒号 诶 准备放一个东西进来 我们讲过嘛 这个东西是什么 是一个萝卜坑 将来自换是什么 我就准备自换这个1的次数 1嘛 好注意哦 这个1不要跟他讲 这个是变数名声 所以你一定要用变数名声 你不能打一个大写开头 这样就找不到 毛毛虫会出来 这 可怕的这些东西 它预计是应该这个大瓜里面是一个变数 你的变数叫小写开头 对 所以弄清楚 所以准备放这个1的这个数值 毛毛虫会引导你 再来1是这样 对不对 那我们称为lost次数 好小写 我们都小写 你看他打这个字的时候 他这边有highline出来 那再来呢 那个 这个是那个tide 所以这个功能还是你呼叫我就在console打一行打第二行 最后再打第三行拷贝比较快 但是要注意要小心 那scope ball就把它刻起来 这完全是看你的设计 好 那有一个韩式可以用了 我们就可以试试看 所以这个console就是这样 那我目前你看 所以我目前里面确实有变数有值了 好 那man function进来 这个两个弄完了之后 我们就准备 我们就呼叫 man function呼叫这个display this display dis d d d i s 你看我打了dis Intellison已经很贴心 他就哎呀他认识这个 因为刚才刚写一个方向在这个地方 他认识他 韩式呼叫 打左小括号 好 结束 这叫函数呼叫 函数呼叫就是有点像你叫一个sine 那sine 那当然给他一个set 可是我们现在这个韩式 就是不需要给他东西 就这样而已 所以程式 你看我们再设一个那个 好接着我们就可以变异 来 来追踪一下程式执行 我设一个中断点在这个地方 这叫中断点 再压一下就取消 设一个中断点下去 程式跑到这行 已经停在这个地方 进去地方 跑到这地方 切除掉 进来你也可以暂时把它 不用 有一个幅画在这地方 就是你成绩在这边设过一个中断点 这样这个中断点就不作用了 再压一下回来 好我们程式看看 我们程式执行看看 这个就是变异跟执行 首先第一个确定 没有红色麻花桶出来 好那现在还没有 怎么东西没有出来 因为还没有执行 所以进入debug模式 我把它那个 好我们程式执行到这 准备执行了 我记得吗 我们讲说 真错在这个地方 有两个样件非常重要 一个就是 不进入函数的 函式的 不进入函式 就是 碰到函式的 不进入函式的 就是把它函式执行完 意思就是直接执行完 叫做不进入函式 所以通常我们按F10 可是碰到说 你这个是个韩式呼叫的这个叙述 你想要进去这个韩式 一行一行执行 那就是按F11 逐步执行 所以我这次选它 逐步执行 因为我现在准备执行这个韩式 所以我点选了这一个 那个 真错 我进入 逐步执行进来这边 你看 跑到哪边去 刚才这个man1的执行 执行到这边 我要跳开 跳到哪边 跳到你的display score 这个地方来 好那这边 我就按F10 一行一行执行 准备执行这行 还没有执行 黄色highline 就是还没有执行 按F10执行一下 你看这行打印出来 score ball right line 这个邮报 已经到下一行去了 right line 已经到这个地方来 那继续打印这行 这行它就要 这次算这个格式化了 要把目前的one 目前的指 塞进来这个罗伯坑 这个loss塞进来 所以准备打印这行 好我们打印过去 看到 score ball 当然这个没有设计 没有调味调的很好 准备要放 这个这样你们自己 都把它调好就好 望loss吃入 好接着再准备下一行 好那 这个 这个 韩式执行完 回到哪边 会回到哪边 当然这行执行结束 回到这边 下一行 下一行 那我再继续 然后准备 准备准备 你下一行 那我按一个enter下去就结束了 对不对 好 所以整个程式逻辑会是这样 所以我们昨天这一次体验到 你常常要出现的东西 你可以把它写成一个函数 包起来 将来呼叫它等同于 电脑会来执行这个叙述 执行完再继续下一行的叙述 好 那我们这样可能不够 我们会讲说 好 那我们这边停 我们就开始做提示 对不对 console right line p-l-e-a please place your hand 好 那我们就请那个 玩家出手 好 那我们这边特别一个提示 那个p paper r rock s jesus 好 那我们可能不打算用right line 因为right就是这行 我就直接right right到这个地方就好 或许这一行我们把它写在外面好了 我们因为这个韩式只是秀表 所以我们把这行对不起 我把它搬到这边 往下压 我highline整行 我highline整行 把它搬到下面 就是我秀完scoreboard之后 由我man方前来打印这行 please place your hand p代表lock r代表jesus 这样过来 好 好 那你看哦 所以这样的使用者预许就使用者要输入p 就像上次我们请他输入那个温度 一样 好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用console readline readline 收入到这就是prayer hand 就是prayer hand 对不对 你就收入到了 那我们这边是假设 就是使用者真的是输入p 输入r 输入s 他没有输入其他乱七八糟的 我们是这样 当然你真的你要防奔的话 就这行业防护让它出现 其实可以做到 就是要么就是p 要么就是rns 你不能输入其他的 阿拉伯数字 其他空白键也不行 好 通常你可以设比较防奔 设比较严严 不过在这边我们先不要管他 我们假设我已经收到prayer hand prayer hand已经收进来 prayer hand已经进来 接着电脑要出手 好 电脑要出手 电脑要出手 我们要乱速产生器 那乱速产生器就得借助这个平台 单列朋友有个平台叫random rn 这是类别名称 这是类别名称 那这个类别名称 我们把它稍微放上去上面好了 因为这是类别名称 那我们称为这个rnd 这是我们自己取名字 random number rnd 或是说 又臭又长也可以 好不好 我还是取名 my random 好 我这样可以让你更清楚 这是我的random number generator 我辨证名称取这个又臭又长 那这个我一开始要new出来 因为它是class的东西 将来我们要产生乱速需要一个物件 不是直接用random点 因为乱速产生器我的程式里头很复杂 一个乱速产生器两个乱速产生器 那这个乱速产器要让它产生乱速 乎虫 所谓常态分布 这个乱速产生器要让它乎虫 可能是指数分布的 那这两个乱速它的data就 它的种子会不一样 所以必须用物件位阶的东西来产生乱速 也就是说random你不可能用random点 没有所谓静态的这种功能还是协助你 我们都要先产生物件出来 再透过这个物件来产生那个乱速 所以稍微注意一下 这个random类别是这样 所以我们就要等号new 我要new出来 好那new啊 这个概念这样 我设计一个变数叫myrandom number generator 那它是属于random的类别 我们变数名称取好了 但是我要做初始化 初始化 那因为它这个物件要初始化 就是要记忆体 要去开一块记忆体出来 这个运算只能叫做new 所以打完new 打完new 空格一下 应该空格 Intense会显示到东西 打完new的时候 按一个空格 Intelligence已经highlight这个类别 注意 我再提醒大家 你看到黄色 金黄色的斜方块 那还有拖了两个小方块 是代表类别 代表类别class 代表class 那我们new 呼叫class 准备意思是什么 我要new一个run 这个类别的物件 写到这个变数里面 写到这个变数里面来 那new一个rendon 类别的物件 其实是要呼叫这个类别 一个叫做建构 一个特殊的函式叫建构函数 叫建构函数 叫建构函数 叫做constructor函数 所以形成上呢 你今天是一个变数要初始化 你要呼叫这个类别的一个函数 特殊函数叫建构函数 那是因为函数呼叫 所以你碰到这个东西 碰到这个类别名声 上次我们讲说碰到紫色方块是函数呼叫 对碰到类别要产生一个物件出来 其实是呼叫它特殊的建构函数 你这边只看到一个黄色的类别名声 但是这时候你打左小括号就可以 左小括号其实我要 我其实就是意义是要invoke 它的建构函数 其实就是函数呼叫的一种 建构函数 那rendon里面 你看它有两 告诉你有两种呼叫方式 就有点像是 我们上次不是讲到bip吗 council的bip 有两种呼叫法一样 这其中一个你不需要给它东西 它就用内定的时脈 来产生乱数的种子 那另外一个是说 你给它设定一个固定的种子 那你设定固定的种子下去 它每次产生乱数 其实都一模一样的 好 那我们原则上不需要它 所以我们就是产生了一个 产生的 所以在这边我们是create rendon number generator 我们真的是create 我们产生了一个 这一行其实是create rendon number generator 出来 好那所以Playhand 是这样对不对 Playhand已经准备好了 玩家已经出手了 接着电脑 我们电脑要出手 我就调出我的编数名称 又臭又长 但是你知道它是什么 那一样哦 我们过往是物件 类别名称点下去 去存取这个类别位阶的函式 或设定它的属性 同样我们今天拿到是物件名称 这个是我自己取的物件名称 是rendon number 而是这个类别的一个物件 一样 点 用ss 点下去 点下去你会看到 哦 这个是我的物件 是一个乱数产生性物件 有这么多函式可以呼叫 大概只有函数而已 没有属性 好 那这里头就这个名字 其实很不好 它最好一个函式叫做 那个generate 一个rendon number 可是没有 你会看到一个在next next double 那麻烦大家习惯一下 那next这个是其实是了解乱数产生器 其实我们称为叫seudo-rendon number generator 它产生出来不是真的物理上头 或是自然界的这种乱数 它其实都是依照一个公式这样算出来 一个很简单的 linear configuration 这种equivalent算出来 所以通常种子设定下去 就产生一系列data 都是一模一样的 那种种子变更了之后 它就是序列就不一样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 我现在产生一个乱数 我会dependent上一个乱数的值 好这样过来 所以它其实这个next这个数字 那是computer science 或是数学家 知道乱数产生器的这个原理 它的语绘 所以不是非常明显 但是你要用的是next 其实就是产生下一个乱数出来 因为乱数产生器 其实有一个序列的概念在 所以我们呼叫next 呼叫next 好那intellect已经highline这个韩式了 对不对 我们韩式呼叫按左小括号 那这个next里有三种呼叫法 第一个 第一个不给它东西 它会传为恢复值 随机整数 这个整数值就非常庞大 从那个0到那个非常大的数值 那我们现在电脑是希望它出手就三个啊 要嘛要嘛就是石头剪刀布 好那我们最多只有最多只有三种 好那三种 那next里面呢 另外一种设定方式 我们就给它第二种 给它mashima value 我如果给它4 你看它都会传为小于指定 最大值的恢复值随机整数 恢复的恢复一定从0开始 从0开始 所以它说哦 小于指定最大 我给它最大数 小于它 我给它4的话 它是不是产生0 1 跟2而已 好 所以这时候我们确实说 我清理这乱数产生器 只产生0 或者要嘛是0 要嘛是1 要嘛是2 三个而已 好是这样的概念 好所以产生next4出来 好那next之后 你再看这个函字哦 它是不是得到一个int 它就告诉你 你这一个int回来给我 好那我们刚才不是讲说computer hand 我是用int吗 所以computer hand 就是准备在这个地方 好来 computer hand 收入乱数产生器了 所以这次要拼输的时候呢 玩家是打那个pr或s 那我们电脑出手是用乱数产生器 next来产生它 好 你拿到玩家 拿到那个电脑出手 是不是你就可以判断 到底它是赢 还是平手 还是输 这时候就要判断它 那我们就要更新这些分数嘛 好 可以理解吗 那个 送话有没有任何问题 我想先把 我在这边先告一个段落 我们大概10分钟后回来 让其他同学如果是有问题 这次可以提出来 那老师或是助教可以帮你们回答 好 那我们就休息一下 我们预计大概15 我们22分钟 好吧 稍微一点 那个10点20 10点22回来好了 我们10点22再回来 那这期间呢 可能那个大家上一下 休息一下 那 陈志作说我把这个画面继续留在这个地方 那我看一下同学有没有见到问题 那我们休息后再回来 好 好 我们回来 那个 所以我们规划是这样 这边稍微要做一个修改 就是说 PRS 对不对 这支出我们义取是使用者出手 好 那电脑的出手呢 那电脑的出手呢 原则上我们在身边做一个prepare 好 再做一个注解 这是注解 0 代表 PAPER 好 你 PAPER你可以把它称为叫close 就是bo 也可以 那1呢 代表那个rock 2 2 代表 thesis 那么假设电脑不会出手错误了 所以这边稍微认证一下 因为我们电脑呢 它的段数产生性next这个函式呢 会return 0123 那这样不对 四种状态 所以原则上我们只设到3而已 所以修改一下 所以电脑出手就是变成012 012 这三种 那我们其实就可以试着debug看看 我设一个中断点在这个地方 设一个中断点在这个地方 那我们程式就开始变异执行 先确定一下你没有任何毛毛虫 没有红色毛毛虫 代表这个程式收光是ok 设一个中断点在这个地方 那就可以开始演练 好score ball 秀出来 one 都是分数对不对 please press your hand prs 好support我们打了一个p 打了p enter下去 好 那penter下去之后 我看一下 我们程式准备执行这一行 准备执行这一行 好 游标一进来 看一下player hand p字串对不对 p字串 那电脑就准备产生乱数 好 我们enter下去 按f10 执行过 游标一进来player hand 1 他这次是得到的是1 好 那reline 我们趁着让他执行完 或者中断掉 我们知道这次出电脑来 他是出了1 好 我们重新再run第二次 好 那假设我们速度是r enter下去 拿到这个地方 那么if10 compete hand 2 这次出了 所以你看到 电脑就可以run数的出他的出手 好 那数值呢就是0 要么是0 要么1 要么2 当然有可能0是这样的发生 好 所以说法ok 那刚才的player hand 是他出了那个r 小写的r 好 所以再来就要判定输赢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就有可能就准备那个 好 我们就看到哪些状况是赢 玩家赢 对不对 玩家赢的状况 那当然就是那个 好 这边的时候就有点 就要比较了 我们要比较这两个变数的值 而且做一些所谓逻辑条件的这个检查 好 如果说 如果说是电脑那个 我们先 赢的状况是说 那个假设 玩家出了p 那电脑出了石头1 对不对 p1 那个paper 玩家出了paper 好那玩家出paper 你怎么检查 玩家出了paper 就要check check就是这两个有没有相等 那有没有相等的运算值是 这个幅画是这个样子 好有没有相等 左边有没有等于右边 左边有没有等于右边 那左边是什么 我们左边的是那个player hand player hand player hand 有没有等于右边的数值 右边是一个字串常数 假如 假如他等于那个 第一个 那个玩家是出了那个p 好 假如说玩家出了p 但是电脑 电脑是什么 computer hand 因为他一直在给你查 余法 他就不告诉你了 好 computer hand 是不是等于等于 p 对不对 那那个 电脑如果说出了1 等于1 他的数值记得 这是字串 这个是一个正数值 这是一个正数值 如果说player hand 是p 那是等于1的话 那就是赢了嘛 所以这两个条件都要成真的时候 都要成真的时候 我们的one 是不是就要加1 就是赢了一次嘛 好所以这个条件就是 就是要检查 成立的时候 我们的one 才会加1 所以这种状况是什么 是one 那个 等于 这种情形嘛 就是 这个意思是说 把one的值 目前的值拿出来 加1了之后 再重新写回去 那个变数里面的概念 所以我们要处理这种状况 那这个叙述就有点复杂 我们都还没有学到 不过那概念就这么一回事 当电脑出手是1 代表那个rock 那player是出了p 那player赢 所以这时候我们会怎么写呢 我们会写 条件 这是条件4 这条件是 player出手是p 我把它搬进来 and 那and 那and是逻辑的and 逻辑 这个条件a&b 那另外一个逻辑叫all 运算 and all 或者有负次的all 这就是逻辑运算 那在逻辑运算里的and 是这样 两个and% 连在一起是and 这个条件 所以这两个条件都成真 就是player hand等于p 而且 这个是且 而且and computer hand等于1的时候 当这种条件成立的时候 我的one 我的one要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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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个就是if叙述 我把它加在前面好了 因为intelligence 在那里的大 这个叙述叫if 那if一定是颈椎的一个小括号 这里面一定是运算的结果 要真或假 那如果真的话就执行后面了 不然 不然就不执行 这叫if的叙述 if的那个条件的叙述 这叫条件叙述 就是if这边是真 那后面就执行 那我们看一下 我们把它折行也可以 那折行就是want 要拿出来等于want加1 好 那你可以把它写成一条叙述 这都ok 这其实概念是一样 或是我们把它折行 折行大家可能看得比较清楚 好 这是玩家赢的状况 对不对 那赢的状况才进来 那我们试着执行一次看看 所以记得p代表paper 1代表rock 对不对 那这就是玩家赢次 好 我们先试着执行 那假设呢 确实是p 我们确实是输入p 那电脑准备出手 电脑准备出手 enter下去 好p 电脑出手是什么 2 好 所以你看我们就查看 你把游压进来 你还在出租阶段 游标一直在prehend这个地方 是不是p p有没有等于等于p 有 所以这边是针 这部分是针 那这个也要针 才会这样 那prehend是多少 prehend是2 有没有等于1 没有 没有 那我按NAPS 我按NAPS 这行会不会执行 按NAPS跳到哪里面跳到这行 不会执行对不对 好 那我们就比较辛苦一点 我这边刻意的 注意一下 我刻意 等一下我把它拿掉 因为这边是乱数产生 我没办法议 我把它设成1 我只是模拟给大家看 我强制把它设为1 这个纯粹只是引导大家 拿来那个 我们执行 好 我一样 电脑玩家出手p enter下去 好 电脑准备出手 这是电脑准备出手 电脑出手 电脑出了0 电脑出了0 所以电脑其实是出了这个paper 可是我在这个地方把它强制改成1 我把强制改成1 所以目前就稳了这个条件 所以player出手 游标再移进来 p Compute hand 1 条件稳了 或者你可以在出手过程 你可以看这个区域变数 这个函数里面有几个区域变数 没有发现这个是一个区域变数 这个是区域变数 区域变数 区域变数 所以你看到 区域变数argument在这个地方 my random number generator 它是一个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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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random物件 Compute hand呢 其实是一个int 目前是1 看到了 你也可以在这边debug的过程 也可以透过这边来看 这边是1 那player hand出手是p 所以这个条件稳合 当这个条件稳合进来之后 你看按F10 电脑看会执行哪边 电脑就执行这一行 那这行目前还没有执行 这行目前没有执行 你把游标移进来望看看 右边会先执行 当你碰到这个叙数 叫assignment的叙数 那个 右边的值 右边的值 会assignment到左边的变数 所以右边会先执行 旺会拿出来 旺目前是0 旺目前是0 0加1的话 再进来 重新再写回旺 所以旺变成1 旺变成1 旺变成1出来了 好 好 所以这个逻辑的 层次概念大概会是这样 那旺出来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再呼叫一下 呼叫一下 这个 刚才不是呼叫 这个discretable 好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 最后最后离开之前 我们会 再秀出一下 目前的discretable 所以这个韩式呼叫 在这个地方 完之前 秀一次 完了之后秀一次 所以层次会怎样 注意看一下 因为我这个地方强制设为1 所以万会值增加 万会值增加 好 我出p enter下去 这边有个中段 我中段的暂时拿掉 就出手 万一分了对不对 那下去就结束了 所以我们现在铁定是 永远是玩家赢 因为我们 只要你出p的话就会赢 只要出p的话一定会赢 这万就是四处之下 好 这个逻辑是这样 那我们接着要把它逻辑正常化 所以这个时候 万的情形是这样 还有哪些情况是万的 我把它折成一行 这OK 这是代表 这是一个if 单纯的一个if叙述 if这个条件成立 那万要万加一 这个语法看起来很奇怪 注意一下我们不是写数学 这两个绝对不会相等 记得这个不是等号 这个不是等号 这是assignment 右边的值 而散到左边一定是要变数 左边一定要变数 右边的值而散到变数 好 所以这是一个条件 有成立它就在那边加一 那不然呢 那还有哪些是赢的状况 拷贝比较快 但是要注意一下 如果说它不是出paper 它是出那个什么 在这边 出rock 它出rock 玩家出了一个rock 那computer hand呢 出了什么 出了thesis 对不对 出了thesis是2 也是赢对不对 这种条件它还是赢 也要加一啊 那当然这个条件绝对是 只有一个会成真的 不可能是两个都同时存在嘛 我们eve这种状况 那还有哪种状况是赢的状况 copy 比较快 但是要注意 paper rock 跟thesis 它出剪刀 那它出了paper paper是0 你看 paper是0 我就讲paper是0 这上有条件就是one 那其他状况类似吧 你应该可以自己写 所以我们很快来做 再来这个是那个 roast case 那roast case 那这个是tide case 注意哦copy一定要回来改对 我们现在写的程式是比较哪一 就是比较天真 比较单纯 就是反正排列组合起来 三三九种case 我每case都给你检查过 那你最后结果不外务是赢 不外务是平手 不外务是输嘛 好那我们看一下 第二位是loss的状况之下 loss的状况大概就是 假如p的话 你出的是那个paper 你出的是c刀 c刀是2 对不对 rock 我要赢那个 玩电脑要赢你 玩家输嘛 rock输就是它是paper paper是0 0对不对 rock0 那2是剪刀 剪刀 剪刀 石头出了rock rock是1 好 那这个就要改 要注意改对 loss 等于loss 加1 好所以改一下 好那这边有一个快捷的键 这个是啥 你按的alt键 你按了alt键 它跨行 我这边如果说我这边看 按了alt键 直接打一个loss 两行一起改 有没有停在这个地方 压着alt键 少过这两个 我要改loss 好 那同样在one呢 这张准备处理是tied alt tied tied的状况是哪 p 它出p是paper p是paper p是paper 所以这边是0 要写对哦 万一弄错 就搞砸了 012 paper rock died 都相同 那太太太太就这样过来 好差不多了 我们这个gain 就是这样差不多 只是说我们要问他 是不是要再玩下一局嘛 所以通常出手之后呢 件输赢之后 我们update分数表 重新秀分数表出来 我们这边是问他要不要重新 就回来上次我们不是这样 反目他要变更嘛 所以我们最后在这边问一件事情 那问一件事情之后呢 我们就会确证他是不是 所以从哪边开始 show 成绩出来 然后从那个 please play your hand 开始 从这个地方开始 对不对 从这个地方要反目自己 好 我们先设一个提示文 就show 成绩出来之后 我们就开始console right line 我们就问使用者 play again 问号 好 然后呢就一个提示字 play again yes 或no 好 打印一个提示字出来 那不要right line 就right 停在那个地方 right停在那个地方 那这边多一个空格在这边 主要是有一个chick出来 那请使用者打印 y或是none的出来 那这时候我们就要收录啊 我们要收录啊 收录 收录那个他输入的东西 那一样我们就输入Stream 我们即使输入设定一个区域变数 我们叫answer 给你什么 我要请console帮忙 然后那个reline 进来 好 那我们就要检查 answer 如果说是y 是yes 的时候 他就继续去反复执行 从这边开始 从这个地方开始 所以我们还记得吗 我们那时候用的do 我们还没有学过 那整个框起来 保导人包到这个answer这个地方 对不起 抱歉 我先做一件事情 我把answer这个变数的宣告 要拿出来 放到上面一下 你放到这个地方 放到别的地方都可以 放到最前面也可以 但是放到外面也可以 answer 就是有一个answer的变数 在这个地方 然后这个地方就不要改了 是这时候呢 answer先宣告 那这时候我才读 那个使用者速度的y 或n进来放answer这个地方 然后我把这整行程式do包起来 那概念是说 从这个地方 从这一行从下面看 到这一行 全部要 可能有重复执行 那do呢 其实是一个wire wire是一个圈圈里面 要查验这个条件 当answer 等你等你 双引号 y 小写号 y的时候 也就是使用者在这边 他真的打一个小写的y 代表他还会 因为我们是console用程式 没有办法像文缝程式的 反复当时使用的玩家 所以我们要自己加一种叙数 因为呢 这个console用程式 所有man进来 一条边的这执行完就结束 所以我们要 反复执行这些文案叙数 就要加一个do wire回圈的叙数进来 那你可以 就这样 vure free的去加con 都ok 好 所以放在answer里面 那他等于y的时候 那为什么 这个东西不能定义在里面 因为这个叫block 这个一个大括号里面叫block 那block的定义的变数 外面看不到 这边外面看不到他 所以比较麻烦 所以我们把变数的定义在 这个block外面 就存在那个地方 所以在外面的地方 我可以查看 answer 是不是等于新的一个指出来 那你今天使用者 他继续玩就按y 那就回来这边就拒束 那我们就继续从这边开始 那为了要让他 为了要让他 让这一行有点空格 让他不要太紧密 在这个地方 我加一个特殊的支援 这个特殊的支援 是印不出来了 有倒斜线开始的 backslash backslash 代表折行的意思 我们上次其实有看到他 也就是说 这个要打印 这个concel要打印 Please press your hand的时候 是跳一行 跳一行 这边是要跳一行来 隔一个空白行 比较好 比较有点区别 好 那我们程式其实就可以玩了 正常已经可以玩了 你看 1确实是这样 检查你的逻辑是正确的 Ross tile是这样 那分数更新 请到APP玩 程式已经就可以开始玩了 那我们或许 设一个中断点 这边玩完 在这边 好 我们从这边设个中断点 正来查验一下 查验一下 这个地方就把它拿掉了 刚才我们强制把它 这个电脑出手运运 出的是石头 好 所以你再看一下这个程式 差不多了 玩家速度 P RS 我们是假设他真的 真的 速度P跟RS 有时候他会乱出 如果说你要还奔 你会写的话 你要还奔他 就是永远这一行跑不出来 除非他出了一个P 出了一个R 出了S 可以哦 用对非 用对非 用对非的方式来检查 其实不难 待会我们再加加看 好 好吧 我们加好 直接加 度 一样哦 这一包 因为PlayerHand PlayerHand在外面 while PlayerHand 能Equal 以前我们讲等号是相等 这个不等以的话是什么 假如是不等以P 或者 什么时候要缓复再重新它输入 这叫或 以前你看到很多东西 这叫and 逻辑的and 这叫逻辑的或 这叫逻辑的不等以 这个逻辑的等语 普通话都用了 假如他不等于P 也不等于R 应该是and 不是或 对不起 假如不等于P 而且 抱歉 我改一下 而且 不等于R 而且 不等于S 稍微复杂一点 不过你这两个真的你可以先把它拿掉 假设 假设他OK 我们可以把它注解掉 我们等下再回来好了 我们等下再回来 所以目前把这箱子注解掉 那你重新把它cut掉 再贴回来 Intelligence会把你indent 所以这个都是注解 就是我们这right line 然后PlayerHand在这个地方 那我们看一下 程式执行 那我们就要假设 你数字都是OK 你看这边有挑一行 对不对 Please Press Your Hand 那我们假如说是按P App P Enter下去 又不要来到这个地方 Computer出手 我这玩PlayerPone也拿掉 让它出手 所以这个时候呢 Player出了P Computer出了0 P0 P0 对不对 这个条件有没有吻合 不是哦 这个P0也没有吻合 这个不是 这个P2也不是哦 你看 这边1没有增加 1还是0 Loss还是0 还是0 好 那Chase是P Player是P 然后呢 Computer Computer得到是0 欸 所以你看哦 Ti Ti加1 所以Ti加1之后 那这边Ti这边1 这条件会不会成立 不会嘛 我们就不外乎9个之1嘛 好 Let's go 我们让它继续哦 好 所以这边是1 0 Rose 0 Ti1 这边做的不是很好 Praise plus hand 应该是 这个地方在隔行 就这样 那Pray again 那我按Y 我这边来 设一个中断点在这个地方 那我回到这个地方 使用者输入 我按Y Enter下去 拉到这个地方 Answer是不是Y 好 所以这个区块 DoFi的这个区块里面 程式已经执行到最后一行 对不对 从度开始 从这边执行到最后一行 那再来检查条件 我按Apps哦 按Apps 你看电脑来检查 Answer 有没有等于Y 有 True True的话 就是这边要反复执行 所以我们都还没有真的讲到DoFi 可是你就知道有DoFi 就回去来控制那个叙述的执行 反复执行 就进来这个地方 所以现在如果说 提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你按了Y 它就反复执行 按了其他东西 非Y 它未必按N哦 只要非Y 它就离开 就跑到这个 就脱离 就不会再反复执行 好 那我们这次如果说再按P Enter下去 然后这个地方 电脑就是出手多少 这是出零 还是一样 那P零 P零就是你会看到 平手两次 按Yes 那我把这个PlayPoint拿掉 暂时拿掉 那就反复执行 又回到这个地方 所以目前呢 其实是两次平手 我就继续按那个出手P Enter下去 这一次呢 电脑出手是2 出手2 一步一步执行 我们再一步执行 F10 这个条件有没有 P跟2 对不对 也不是都没有 这边成立 P跟2 所以这个是输哦 这玩家输哦 你看Rost Rost 变1 其他条件都不会 只要9种之1 而已 成绩秀出来 好 我们让它继续执行 好 所以你的程式程式 已经正常在Run了 所以输了一次 平手两次 那其实 显示不是很好 我们在这边如果再加一个 控格 控量好像会比较好 对不对 P之后 都可以了 这个 这个 或许我们在这边加一个 分行 让它隔开 这就是跳航的一个 然后这边跳航 看得比较清爽一点 那这次假如 这次假如我出的是R 那电脑在这个地方 我把中断点拿掉 现在问题是说 你怎么知道 你赢了还是输了 从这个 从这个讯息看起来 不是很明确 我出了一个 他就说 那个 旺加1 或者我们再加一些提示文案 告诉他说你赢了 电脑出了什么东西 你赢了 这个样子 好 那所以呢 旺这个状况之下 分数要秀出来之前 要分数秀出来 我们就想打印一个文字 right line 所以虽然我们只会 呼叫这几两层次 其实你可以做一个 有意义的这个语句出来 我没有自创 我没有自创 我讲说 you your hand computer hand 然后呢 你赢或你输 ok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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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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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2 1 2 这个是if叙述这个条件真的时候 我要执行用个大刮刮起来执行一条 再加上这一条我把它搬过来 这个程式意思是说当你赢了之后我告诉你你赢了 你要出手我也秀出来让你证实你是真的赢了 那这种状况之下你去看一下 那就很麻烦哦 我这边是不是第一个状况我也要这个样子 然后把赢的这两个再摆进来 OK 这是OK这种写法 只是你会发觉程式好像是非常麻烦 当你赢的条件之下会这个样子又臭又长 你会发觉什么东西 其实哦这个条件 这个条件 这个条件都是赢的条件嘛 那只要赢的话我忘就要忘加一 然后要打印这行字出来一五万嘛 对不对 好那可以进一步的 把这三个条件 精简成一个 注意看一下 所以 这个条件 我再多一层括号 一个 这个条件是真 我把它折开 我现在做什么 如果这个条件是真 或者 第二个条件 第二个条件 注意哦 这个是vertical bar 稍微找一下你的键盘 两个vertical bar 或者是这个条件 我把这整个括号做一个copy 注意哦 要用小括号把过来 这是一个条件 然后再来又加上一个或 这一个状况 好 那你可以任意折行不要紧 我们是要判断是说 假设 这一个或 这一个或 这个 这个假设都完备了 你就是赢 那我这里就打印这一个 那个 赢加赢 那这两行 这几行就不用了 我把它comment掉 我把它comment掉 这种常见的comment掉 所以我把刚才 那个三个条件 三个赢的条件 全部汇聚到 一个if的叙述 if 或 这个是或 所以我再做一个注解 这个 这个代表 这叫做all的logical operator 它是一个运算值 那两个n%在一起呢 是and的logical operator 那 这个是那个 equality的那个logical operator eqa aqa 好 那这是nonequal 好 我们 虽然一个小耳件 已经牵得到非常多的运算 所以这边看起来就 稍微比较长 但是不要紧 假设说你这个eve叙述 你要注意 如果说毛毛出来 代表有时候你可能错 比如说我 又小挂了一个 红色毛毛它就出来 红色毛毛就出来 所以这时候你要查验一下 查验一下 那如果说这个 语法都ok的时候 都ok的时候 你其实可以把它折行 比较好多 比如说我把它折行 不要紧 其下午的任意折行都ok 所以你解读起来你会很清楚 if一个小括号从这边开始 到这边结束 对不对 一个小括号到这边结束 然后条件在这个地方 所以进一步的 我们把这三个条件整合 这个条件 这个条件 多一个小括号出来 应该是这样 我把写在上面好了 if 哦 隔开 隔开 三个 这三个 那这个就把整个包进来 我先copy给大家看 这种条件 或者是 这个条件 或者是 第三个条件 全部加大7 要做什么 要做什么 这些都是输嘛 所以输 等于输累计要加1 然后呢 再打印这行文字出来 但是 you lost ok 好不要紧 没有对位对不对 整行 cut掉 ctrl x 再整个贴回来 他自己给你对位 对完漂亮 对完之后呢 我们想说折行比较好读啦 这三个条件 就大概这样 假设这个条件 这个条件 这个条件 任何其中一个 那你就代表你lost 你输了 对不对 好那这有什么好处 这三条件都赢 那赢的时候 你想要B一声给他听 那你可以叫出 council if 代表赢 那或者是你要B三声 这个 就用你的设计 那同样的 我们最后那个 tile的状况 tile的状况 我们给它包起来 if 三种状况 用 用两个把它隔开 对不对 那我们这边准备写什么 准备写他那个 tile的部分 对不起 这个是Rod 所以Rod的部分 我把它移到上面来 那这个就工程生对 不需要他了 对不对 也就是说给大家看 就是这三个条件 那因为我们再多加这条件进去 就把它汇聚在一条叙述里面 刚才这三个也把它合并成一个 给大家参考一下 然后我们这三个条件 就是让一个一个把它找进来 我用copy的方式 那事实上这个if else的条件逻辑 而且还可以写更简简 因为三种里头 当你两种都不是的时候 另外一种就很确定 不需要在 在一一查验这个第三种状况 你如果说把它写 if else合在一起的话 就会很简简 那这时候 但是我们现在就是初步在学习 这个逻辑的这些那个 乘数式 所以稍微 稍微用一个比较阳春的 或者是比较 比较古老版本 泰 好那这几行就工程升退 不怕变成注解掉 所以这个是一个 少掉一个就麻烦 所以当你层次越来越复杂的时候 你看到毛毛种出来的时候 你就要先去处理它 所以我们现在是大概这样 赢的时候 赢的话会有一个逼深 赢的话有逼深 会提示文乱出来 好那我们这个层次应该是 可以反复执行的 好那我们试试看 好那我假如说出R 赢了 1 听到B声就赢了 你看确实1加1 but again yes 这次我出Rock 我刚才出Rock 然后呢输掉 因为输掉你可以用一个比较低音调的 你可以试试看 就呼叫Beep就好了 可以做到 好那我们再出那个Ccess 简刀 又输了 所以输了两次 那yes 这是我们出的那个是Paper P 又输了一次 那因为这样你看 我出了P 我出了P 电脑出手是2 没有办法解读 对不对 2没有办法解读 所以你也不知道代表是 代表是Paper还是Rock 不过这个就是要约定成组 你要做一个注解在 所以原则上呢 Council应用程式其实比较 比较难以表达 真的 你要让它语力比较完备 可能大概是这样 就是在打印这行文字的时候 加上一些注解 0代表Paper 1代表 提示文案 我们要确定我们的判定是真的 所以文案 没有写错 所以1是代表Rock 然后或用Council好 01代表Rock 那2代表Ccess 协助我们判读这行文字到底是不是正确 都把它加到这个地方来 那这样语力就可能比较清楚一点 所以这个文案 其实麻烦你自己 可以依照你自己的方法 所以文案写得比较完备一点 好 Rose对不对 好 因为我出R 电脑出了0 出了B 所以电脑出了B P 我出了R 所以我Rose掉 那你可以再把它转换成 就是R呢 你可以用叫做Rock的字眼型 就是无难 但是程式就比较复杂 所以我们今天因为 大概初学的就是用这种方式 比较辛苦解读 好 好 好 我现在出Ccess 剪刀 Ti 我出Ccess 可能没有出2 那2也是Ccess 所以没错 那我再出那个R yes 对不起 结束了 这个R就结束 程式就结束 因为它不是Y了 就是它Enter下去 程式就结束 因为我们这边有去再检查 是不是那个Y 那我这两其实是不需要的 这两就不需要 但它不是打Y的话 程式就结束起来 所以目前大概这样 我出了P Ti 平手 继续 出了R 石头 输掉 出了Yes 出了R 我赢了 我赢了 你怎么赢一次 我出了Rock 那Compute Hands出了2 所以我赢了一次 最后不要玩了 我打一个Y其他字 Q Q Enter下去 就离开了程式结束 逻辑大概就这么一回事 那我们其实演练的程式语法 其实有点复杂了 所以已经有牵扯到这些 end or equal non equal 不过电脑的程式 就是一系列逻辑的程序的处理 习惯它就好 我最后把程式稍微简单的整理一下 所以我想也不用那么多坏 这个是进一步再查 概念是一样的 你可以自己写 确定使用者输度是P跟R跟S 要不然他就当他防复执行 这个是另外一个 我想就目前就先不谈 所以我把程式稍微整理一下 整理一个干净的 这是赢的状况 这是赢的状况 这是在处理输的状况 好 那这是处理平手的状况 三个CAD 待会我们Winfoam的程式 但是也会再继续用到他 这个样子 把这个拿掉 好 这个是赢的部分 输的部分 平手的部分 我把这行再把它扣上来 层次最后要加注解 就是这样你可能比较知道解读 那这几行层次就工程 所以注解调是OK Displaceable 那个scoreboard 那这个 这也不用了 所以整个程式呢 大概就这几行 好那这边的主要演练是说 我们有写一个方法 这边有乱数产生器 那这个变数呢 是区域变数 Answer在这个地方 度 好 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 那个Council的专案 那我们可能简单的break一下 那in case同学有问题 比如说有什么样毛发同问题 也可以透过Test给老师 那我们剩下时间将来就要 等一下就要进入说Winfoam的程式 所以这边的逻辑我们还是会用到它 所以整个程式执行大概原则上就是有些变数 那设定好 那我们透过变数的这个约定 比如说PRS这些东西约定 然后再来Tenfield的出手呢 因为它乱数产生 它只能用整数 那意义查验条件判定输引 分数雷加雷减 那个雷加更新资料 这是我们要演的 好我们take a break 之后再回来 我们预计大概 11点10分7分钟休息一下 我们10分钟回来 那In case如果说你中间有漏掉 那个麻烦你之后再检视一下 老师这个今天的这个Lab的投影片 看看中间过程里头是不是有哪些掉了 或者说稍后等一下我们那个Winfoam 会再回来看一下这个相关的程式 还会再用到这些程式 那时候再仔细查验一下 那任何有毛毛虫要先处理掉 好我们take a break 10点10分钟回来 好我们回来了 我们下一个呢 其实就是要加一个Winfoam的专案 那Winfoam的专案其实会比较有趣 可是呢设计过程有稍微比较欢呼一点 但是逻辑呢其实是一样的 好那我们回来 OK一步一步来就是回到方案总管 那Council专案持续你可以把它写得比较完美一点 待会我们会再使用到它部分的程式 接着我们点一下我们的方案 好这是专案点一下方案 按右键加一个专案进来 好再提醒大家一次透过方案总管这个地方 就是要加入新增的一个专案 新增的一个专案 这边还是要注意一下 所以呢我们显然是C-Sharp Windows 是那个桌面上头的 好那其实可以下一个key word看看 我看一下下一个key word Winfoam 很比较好找 下这个筛选 没错这个比较好找 所以C-Sharp Windows桌面 那是Winfoam不是console 是Winfoam或是不是桌面 那这边就确实Winfoam 注意一定要有一个附带注解 是单内framework这个东西 确定它就是有加一个单内framework 所以这才是我们的专案 点选它 那按一下下一步 好那因为你的方案已经知道了 已经存在 所以在这边它会在你的方案之下 加一个专案进来 那我们称为这个专案呢 那我们称为这个专案呢 其实是那个 你可以就直接称为那个专案名字 结婚为。 就是设计— denk 特别这样 Xiao 位置也不用设了 不要再设了 因为原来就是在你这把目标之下 所以我们有一个Winform Assignment 2建立 那这个专案名声就会出现在这个方案总管这个地方 你会看到这是你刚才的专案 这是你现在的专案 那记得有两个专案的时候呢 你会看到有一个专案名声特别 特别粗字体特别粗 就是作用中或是启动专案 就是这个按钮一样 其实是这个家伙 所以你看有两个专案 你说我点选这个专案 我点选这个专案然后按这个按钮 没有用哦 按这个按钮下去 还是那个 它是启动了刚才那个Console那个专案 所以我们不是这个样子 所以你要将来这个按钮要绑定你专案的时候 你首先要切换 所以选这个专案按右键 这边有一个设为启动专案 设为启动专案 那它的字体就觉得比较粗 相对比较粗 所以这个按钮现在是绑定 你现在温温中暗 编译 然后马上进入 除错模式的 状态之下执行 所以马上在直写了 所以这是我们要的 好那我们就开始设计我们的 这个 Game了 展开来看一下 内定一个名称 这档名叫做 所以专案 你看一下那个 Vidget10帮你准备的 从你的桌上来看 你会看到 现在其实 你的专案有两个指摸 这是你的专案 看已经 Assignment 2进去 刚才那个专案在这个地方 这是你新的 Winfoam Assignment 2的专案进来 Vidget10帮你写了三个 C-Sharp的程式 Fone1 CS CS 那为什么叫Fone1 因为内定就是个四双 它叫Fone1 Fone2 那这个我还是建议大家 要改一下名字 然后比较好 主要是 Vidget10帮你写一个类别 叫Fone1的类别 既成是Fone类别 这样程式编译完之后 会放在这个Debug这包里面 目前还没有编译 目前 目前有了 刚才已经压过 已经在执行了 所以这个程式就是目前当下在执行 好那第一件事情呢 我们养成一个好习惯 就是说 Winfoam用程式呢 拖拉进来就是控制项 要设定它的变数名称 包含它自己类别名称 你看哦 程式在哪边按右键 解释成程式 Vidget10帮你写Fone1这个类别 其实名称不好 那我们可以通过什么 我可以改变档案名称 让Vidget10自动来改变我的那个类别名称 让它取得比较有意义 那通常老式的convention 你也可以自己的话 绝对不要留Fone1在那地方 你highlight这个档案的那个主档名 再压按一次 就是要改主档名 我的习惯会把它改成 mainform的这个字眼 代表它是主要程式的人际界面 mainform end下去 那不就是就会问你哦 是不是要相对改其他东西 yes 回答yes 那不就是把你的Fone1这个不好的命名 全部改成你现在mainform的那边 所以你看到 Vidget Studio帮你改这个类别名称叫mainform 建构还是叫建构还是也改成叫mainform 同时呢在这个program 这个这个是程式的切入点 program.cs是Vidget Studio帮你准备了 这个程式的切入点 就是new一个mainform的物件出来 做人际界面 run这个应用程式的概念 所以这个四川的应用程式要run 需要一个人际界面的Fone 所以他现在new你现在他准备帮你一步一步建置的这个mainform的类别 所以我们程式在设计的过程里头 其实是在设计你其实是在设计一个mainform 是一个不是像单纯Fone是阳春的有各式各样人际界面的Fone 所以这个设计的概念是这样 好那我们设计里头如果说访我们这边的那个 在那个 文案里说出来 这边有一个这个东西 右边有一个 有一个方块 那逐渐的你要理解 这个就是所谓人际界面的控制项 原则上就是一个类别 我们从那个工具 箱里头拖拉进来就是 Weather帮我写个程式 产生了一个物件 那这个物件名称加上我们写词 还是要用到它 所以现在这个地方是一个label 这是一个label 那这个每一个都是叫pitcherbox 这是一个button 那外面这个地方可能是一个叫panel 那这些文字的东西叫label 就是pitcherbox 那有图形要秀出来 好 那我们这个方式很快来建构一下 所以我们首先拖拉一个那个 label进来 这个label拖拉进来 那先有一个概念 Fone 你看在属性视窗这个地方 你会看到 目前有几个东西 我拖拉一个label进来 我点选label 这是label的 属性 这个是label的可以定用的事件 每个交流都有属性 跟事件 这以后我们也会再谈到它 Fone本身 也有 属性 跟事件 那第1个属性 不要留一个风惯在这个地方 很难看 这表示你这是 伸手 在这边写一个有意义的名称 这是pap pap pap rock gain 那甚至你会写copyright 这个copy pap pap 2021 然后 你的名字 好吧 Title 这有点像视窗的Title 就是Text的属性在这个地方 好 那 再来 那个 他是一个 他是一个父亲 所以这个label其实是 放在这个 Fone里面 所以记得一下 这些属性 这些所谓控制项有 包容器 就是包容器里面可以 包含其他的这一个那个控制项 比如说我们拉一个叫 Panel东西进来 注意看 我拉一个Panel东西进来 那因为呢 他内定的背景是透明颜色 所以拉进来之后呢 我在这个地方 你可以找到一个叫 Black Color 设一个不同的颜色 做一个区分一下 那设个颜色方法有不同的设吧 好你就知道 这个是一个 这个是文件 那目前这个 Main Phone是最大的 这个Phone是最大的 那这个是其他一个 叫Panel1 这个叫Label1 那如果说我在Panel1里面 再加上一个Button 注意看我拉一个Button进来 Button进来 那Button进来之后你注意看 我如果说 拖动这一个那个Panel 这个叫做是不是跟他在跑 所以你就知道 这种控制项呢 这个Panel的控制项 是属于包容器位阶 是属于包容器位阶的 那这里面的东西就是 放在这个里头相对于他 这个就是他的 父亲 这是儿子 这是包容器 这个是父亲 这是儿子一 这是儿子二 他们是包容 他的父亲是这个Phone 层次有这样的概念过来 那有时候有一些属性 父亲的属性 设定之后呢 儿子的属性 如果说没有自己设定他 他就会继承这父亲的 比如说我这边在抓 我再抓一个Label进来 好 那你看 现在如果说我设父亲的 这是父亲的 最大的父亲的 这边有一个属性是Funt的这个属性 有一个那个 Funt属性 细名体看起来比较受多 习惯性我会把它改 所以你改了父亲的这些属性之后 儿子如果说没有自己 有自己的主张的话 我改成变成正黑体 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已经变成正黑 这个变成正黑 这个变成正黑 好 那当然儿子你可以自己改变你的字体 这是OK的 好我们首先来看Label1 Label1准备秀那个分数对不对 所以我们Label1里面 不要把变数名称 引用那个系统给你的 它叫Label1 我们取一个有意义名称 我叫Label L-A-B Score 好 这个叫LabelScore 然后再仔细看一下 它有些属性 这个Label一般而言只是做文字的提形 对不对 可是呢它其实本身可以有一个比较 rich的内容 比如说在这地方 Follow老师一下 这边有一个叫AutoSize AutoSize我把它变成off AutoSize之后你可以注意看到 这个大小我们没办法拉对不对 因为它是AutoSize 就是说你有几个文字它就 停止在 截止在那个地方 那我现在把它设成FORCE 或者说我就可以改变它的大小 我可以把它改变到很大 对 我可以准备要改变到很大 那我准备设一个底色 把它设的比较暗一点 因为它作为分数表 所以这边有一个叫Bed Color我把它选一个比较深的颜色 我可能把它设成 深绿色 然后再来这个黑色的字就显然淡薄对不对 好那叫FORColor 所以这边有一个FORColor 那我就想把它设成比较亮一点 好看起来OK对不对 可是你看这个字瘦瘦弱弱小小的对不对 我能不能改变这个字体的大小 好 再看一下都是这个Label 这个物件它的属性 它有个属性叫Text Alignment Top Lab 这是选项 这个顶在最上面 在最左边对不对 那我不想放这样 我希望它放在中间 这个地方可以点选了放在中间 Label就放在中间 可是字体又不够大对不对 好这时候呢我刚才讲过 字体父亲的字体设定就是这么小小的 你就既然是小小的 但是儿子呢你可以自己设定你的大小 小小的地方我把我的字体 变更一下 变成譬如说 24 好成绩就说出来 那你目前的内容是 目前的内容是空的对 目前Text内容空的 目前有Label1对不对 好吧看起来是这个样子 好再来喔 这这个控制项 相对他父亲 有一个重要的属性 叫做Dark 你会看到 这边呢 我点选这个 我点选这个是儿子的 相对他父亲有一个Dark的指令 没有 没有Dark 我可以Dark到父亲的 父亲的上面 父亲的右边 父亲的左边 父亲的下面 或者中间剩下的 好我把Dark到最上面去 可以理解 所以Dark到上面之后 这个Label就在上面 你可以调整它大小 当我视窗 改变大小的时候 它永远Dark在那地方 有没有看到 Dark在那地方 所以这个Label1就停在视窗这个地方 好 我们取名字 那我们逐边来 那我们就开始准备写程式了 对不对 那另外一个 我们还要先布局一下 以我们刚才那个看的布局 将来我们是要让使用者在这边 压这个三个按钮 代表使用者出手 出那个 石头 出剪刀 这个按钮就是要评估 那这边有一个简单的提示文案 Quick to Change Playhouse 好我们这边就写一下 那它这一个一般的Label Cache Your Hand Quick C LiC Quick to Cache your hand 这等于是一个提示文案而已 没什么 好 这是提醒大家 这边三个 有三个 三个图形的那个 连键 你麻烦你压了 就是你的出手 就是这个提示文案 那我们就准备拉三个 拉三个那个 Picture Box 那个东西叫Picture Box 有个图形的 P开头 Picture Box抓一个光源过来 那我们还是给它一个底图 因为内定的底图是那个透明的 所以你看不到它 好 好那 透过它 注意哦 这个是包容器 你看它会一起移动 会一起移动 好那我们需要三个对不对 一个 两个 Co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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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过来 都贴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准备秀一个 剪刀石头布 在这个地方 好那 命名就要注意一下 这个 Picture Box 1 我看一下 我们 这边是 Close Paper Rock 这Paper 好 好这个地方命名就要稍微改变 Picture Box 1 就能搞问 我们就 PCB Picture Box 这个是那个 Paper 好 这个呢 PCB Paper Rock 因为写程式将来用到 TCB Paper Rock Jesus 好这三个 准备好 所以我们准备放 放土进来在这个地方 那另外呢将来有一个叫 computer hand 跟你的 你的出手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准备 再准备拉一个label进来 label的大小 字体的大小 然后你自己把它有美空天文的东西 就把它可以做得比较好一点 那我们这个叫做computer hand 抱歉不是这个 这个是变数名声 是text这个地方 computer hand 那这个是player hand text都是他text属性的 好 然后最后拉一样再拉两个pature box进来 那最开始我们 因为背景透明了 所以我们设一个 给他 copy一样 copy再换 可能就吸 copy过来 好在这个地方 好 所以原来像我们讲 人机界面设计是这样好 就是说将来 玩家要出手就压这三个按钮 压压压压压 那个 玩家的出手图形就秀在这个地方 那这时候 电脑还没有出手 那压了这个按钮之后就 键分形下来 这个按钮之后computer就出手 他就图形秀出来 然后呢 这时候就 更新分数 那或者是在提示文案 你输来还是你赢 所以原来人机界面准备这样的一个布局 那 这个两个 这样的程式要用到他 所以我们要 设计一下变数名称 这个PCB 好 所以这个是PCB PCB 一样的pitcherbox PCB 这个是computer 这样就好了 那这个是PCB Player 好 那最后这个button呢 是那个 BTN BTN 评估 Evaluat Evaluate 到底输 谁输 谁输谁赢 那他的表象文字哦 这个button有个表象文字叫text的地方 那 Evaluat Evaluate OK 所以人机界面我们就layer做好了 那接着呢 麻烦我们同学就上网去找到三张图片 我们准备 涉图片 涉进来在这个地方 这个是那个paper嘛 Paper 这个是rug 这个是seas 好 我们就 调出 当然 这一个 好 找到一些图片 剪刀石头布的游戏 看你喜欢哪一张 都可以 然后选这张好了 我把它 下载回来 然后 图字图片 那我调出我们那个 小画家 贴进来 贴进来 那我可以快速的 快速的copy 再开个小画家 那个档案还是要先有 或许 或许 反正你现在准备三个 binmap的图或是image的图了 那我再叫出另外一个小画家好了 那我再叫出另外一个小画家好了 贴进来 不是 你说C Ctrl 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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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它储存起来 就准备准备准备 准备准备 准备准备好了 那再来这个是 copy 不要这个地方贴进来 切除掉 储存起来 另存新档 那另存新档 刚才的rock 这是ceasus 点 png 好知道你有张图 你可以不用自己 画原则上 或者说自己画也可以 找到他 那我小画家就把它关掉了 好最后一张了 所以我把它拆掉就好 我把它另存新档 这是paper png 好当你有了 就是 你从网络上直接抓下来 或者自己在整理 像我刚才是自己整理的 或者你找到了 其他的图示都可以 好我们就可以 作为我们的用途了 所以我现在知道我的三张图在哪边 首先呢第1个 我点选这个是 paper的 这他的一个属性 所以将来我们写层次要用到什么 写层次要用到这个家伙 这个家伙的 那个 变数名称你要记得 我是pcb paper 这是pcb rug 这是pcb的ceasus 这是pcb paper 有一个中号属性叫image 在这地方 目前是none 点选它我要设定它 从本机资源里头去找 就是从我电脑里头去找它 从电脑汇入 好那就navigate到你刚才目录里面 你这个windphone里面 快点放在哪里都可以 好上张图在这个地方 这个是paper 所有paper 给它进来 paper就进来 就确定是paper 确定它 好 哇那有点 太大了对 这个图像太大 在这个地方对不对 好那意思是它这边有重要属性 等下我们再回来 等下我们再 等一下 好吧 我们先看一下 等一下 秀出整个hand 这个 我刚才设了这个picture box的 image 对不对 这个picture box还有一个属性 叫做size mode 选项是选项 normal normal就是 会被遮蔽掉 你要选一个叫做那个 stretch image 或者zoom都可以 一般我们用stretch image就好 就是填满满的 stretch image 好 所以这个是 这个是paper 是picture paper 同样的 再来这个是picture box 我要设定它的image 选图 汇入 汇入 一样从准备汇成 这个是rock 好 确定 好 那等一下我们再来设定下准备 这个家伙呢 一样 这个是picture box 这个是picture box 等下我设定它的image在这个地方 本机 汇入 cure box 所以有伸张突变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 开始做一些 层次律上 那这边是空白的地方 接着呢 你知道吗 这个家伙我们要设它的 那个 size mode 变成是stretched 同样这个也是可以设它的size mode stretched 好这样就ok了 ok了之后呢 那再来将来呢 我们就 差不多了 所以picture hand 目前 另外这两个也把它设好 这两个 虽然目前没有图片 因为我们不知道 使用者出手 使用者压了这个布 会把布的图像copy过来 所以这个变速名称我们要知道 picture player 那它一个属性也要把它设好 就是它的size mode的属性 这个家伙的size mode的属性 这个家伙的size mode 你可以同时 假如这两个都是同样的那种类型的物件 我可以互选 按着shift键把它互选起来 那这两个互选的时候这个视窗秀出来 就没有指定谁 共同的属性才会秀出来 所以这个时候我在这边找 两个有共同的size mode 完全把它设成stretched image 这样就可以了 好 就是这样 那我们就准备写我们的城市的脚本了 那什么事情都从那个这边 敲击下去 压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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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压下去是要做什么 压下去的时候 把这图形就要射过来 然后就要设定那个player的那个 选项嘛 之类的东西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一样 我们就开始回到城市 开始要 同样类似的写作方式 回过头来 回到城市上面 这地方的 那你再把你刚才的那个 那几个变数有设计变数 对不对 在console专案里面有一个progarden 这是console专案的data 我把它拿开 那稍微我把它稍微分隔开 我把它拖拉下来 拖拉下来 把它放 放到右边 这个右半段来 稍微习惯一下 就是我这边可以一切 我到时候可以copy城市比较快 想法是这样 注意到这是我们的mainform 过往这个状况是因为那个有几个变数 对不对 我们那时候不是有三个分数吗 要写在 写在这个那个 类别里面嘛 那我们现在 这个mainform呢 其实 不用静态的 我们这个行事也不是静态 都是物件位 所以麻烦你copy这三行 1跟loss 确实我们要同样copy过来 所以同样我们现在拷贝到我们fong里头来 一样这三个但是呢 把这个static 拿掉 因为我们不是 我们现在都用物件来存取 就不用static 所以mainform里头 这个是类别物件 跟你这个program 人家销 我有这一个那个三个data在 那我们 那时候不是一个函数吗 什么display scoreboard吗 好那我们类似的 我们要disgrade 我们这边也准备一个函式 就准备一个函式 但是呢 就不是static 我们是物件位阶 我就写一个void 对不对 display score 名称不是非常重要 拼字错也不要紧 可是呢 再来我们不是council的对不对 我们不是council 但是原则上是要把分数秀在1跟loss这个地方秀出来 好 那我们其实这个函式要做什么 这个函式就是 针对这个mail 我这个label 这个label名称叫什么 这个label叫做那个label scores 要打印这个1loss这些东西之外 所以我们 第一件事情 我们回到我们manphone里头来 display scoreboard就叫出 叫出什么叫出你那个label叫什么lab 叫什么lab scores 当你要打分数的时候我就点下去 设定你的text 这text的字串呢跟你这个这行是类似一样的 跟你这行是一样的类似的东西 好 我们不用copy了我直接 这种打的 所以一样是一个所谓 甜蜜的字串 好 text要改成这样 那我就won 罗伯坑 loss 罗伯坑 然后空格 我让它一致一点 共两格 好一样 好 那这个是一个函数 这个是个函数 这个是个类别 这是类别的data 所以任何函数 都可以看到类别的乘引的data 所以我把wong就打进来wong want tide 对不起loss 这是tide OK就这样而已 这是displaced score 所以我们当我们mainform产生了 initial component的时候 我就想 你看你目前程式 目前程式执行是这样对不对 目前程式执行 就空空如也 Label1 原来Label1 可是一开始进来是不是分数就要秀出来 所以没错 程式一进来的时候 进来的时候我就呼叫 我就呼叫我这个display scoreboard 那原则上它叫display 它其实应该叫update 更新 就多这一行 那程式就这样 来到这一行 你看 我们设个中断点 程式准备执行它还没有秀出来 那我按F11 进入这个函数 按F11 进来 来到这个地方 来到这一行准备执行 按那个 那个滑鼠移到左边 目前这个Label score的text是什么 叫做Label1 对不对 准备改写 准备改写成这个Label 准备Apps执行过 现在在游标一进来这个text看 现在的text是变成1 那lost 太零 好我们让它程式执行 debug完了 让它执行到底 你看就变成1 0lost太零 这个是不是我们要的 对吧 好那接着下一步 接着下一步 使用者就压 压压压 现在压没有用嘛 对不对 我没有定过它之前 压的话 压的话 使用者压了这个手 手就要出现在这个地方 对不对 这是我们下一步要用的 接着我们就要什么 我们要思考一下 人机界面 你回到人机界面 DisplaySport Go 类似一样做好了 那接着我们来 层次设计这个地方 点选它 点选这个 这一个 这个那个 PitcherBox 我们来看一下闪电 它也有click事件 就它也有click事件 所以这是 PCB PitcherBox 的那个 Paper 定用它 PCB Paper 定用它 Double Click两次 快按两次 程序过来这个地方 所以PCB Click之后呢 我们是不是要 准备那个 设定什么 设定Player Hand 那你如果说有印象在那个 我把程式再调出来 这是刚才我们的程式 程式里面呢 我们那个Player Hand 是 这一个 Compute Hand 是放在这一个 那个 放在这个Mainphone里面 但是这两个程式呢 我们现在目前要把它放到 Copy起来 或者你自己打字都可以 回到我们Mainphone里头来 Mainphone里头这个都是成员的变数 所以我们要 放成员变数 放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也准备一个变数 成员变数 就是Compute Hand Prayer Hand 在这个地方对不对 所以当 它那个使用者 压了 这个PCB Paper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确定 你的 Prayer Hand 确定是什么 什么字串 Paper对不对 可以P Paper 你压的是那P 对不对 好所以使用者 压了这个Paper 然后呢 我就记录到什么 记录到我这个成员变数 Prayer Hand里面 字串收录起来 然后呢 那接着呢 我要把这个图像 Copy到这个Prayer Hand 这个这个是什么 这个名称叫做 Pcb Player 好 所以下一步 Pcb的Prayer 它的什么属性 它的Image属性 Copy过来 从哪边 从刚才那个 Pcb的 Paper 到Image 稍微了解一下这个 这个作法 这个作法 你再回答 人家里面看 这个家伙 叫做 Pcb Paper 它是不是有一个属性 Image 刚才我们拖拉一个途径 所以我们等于是把 这个 这个Pcb Paper的Image 拷贝 透过程式 拷贝到这个 Pcb Player的 这个Image 目前是空的 就这个作为 好所以我们只是做这件事情 我们看一下 程式执行的状况 好 我们把Blackpoint拿掉了 它会update 这个 成绩篮丁丁丁丁丁 那我压一下这个地方 click下去 手队是不是出来了 Paper出来了 好那同样的我压一个rock 这边是rock 它可以改变嘛 它可以准备出手 它可以改变性 那最后再按那个 那个输赢 好 所以同样的 另外一个这两个 也很快的 我们要定用这个事件 这个家伙 Paperrock 闪电 联系闪电 这个是属性 这是闪电 来到click这地方 doubleclick它 好同样的 copy比较快 但是要注意 我还是重新打好了 Player 因为intelligence会秀出来 那intelligence已经秀出这个 你这个变数的时候呢 接着你要打等号 所以你就直接打等号就好 就是assignment 那是什么 这个是rock 就r 资算进来给它 好 PCB 再来是Player的 你看PCB player 已经intelligence抓到它 直接按点就好 点 Image 如果抓到 Image又抓到 准备打一个等号 就准备打一个等号 所以都不用打剩下的字 PCB 不是paper 这是rock打的 对 PCB rock 你可以用 你也可以用箭头之下来点选它 PCB rock 抓到它了 点 Image 好 Image抓到它了 对不对 最后是打semicrotor 我们打semicrotor 所以写成是不是很快啊 你要算用intelligence 这些手法 好我们又订阅的事件 这个叫我再订阅这个事件 点减它了 不是属性喔 是事件 Double click它 同样的 Player hand 等于什么 强势给它写成字串 这个是SYSUS SYSUS 好 那PCB Player Player PC player 点下去 Image 等于 PCB Rock 这个是SYSUS的 PCB SYSUS 叫Image Image 拷贝过去 拷贝过去 就看出来 所以目前都已经做完了 玩家的出手都准备OK 玩家的出手 打错字了 你看逻辑 我可能 Copy就很容易 所以压了这个就叫 所以压了这个Lock 我是PCB的赔本 弄错了 PCB的Player PCB的Player 对不对 好吧 要注意一下 Player的Image Player的Image 等于PCB Rock 等于PCB 好吧 刚才是吞嘴的地方 好 手 使用 改变使用 改变简单 就是代表使用的出手 对不对 接着最重要的逻辑在这个以为的这样 压下去了对不对 压下去是说 那个电脑就要出手了 出手就要平断输赢 输赢之后就更新那个SCOBO 好 所以这里头脚本会比较多 好 那下一步 最后一步 我们来看一下 再来定用什么 定用这个事件 它的什么事件 名称人取得很好 这个是属性 这是事件 它叫BTN Evaluate 没错 好 我要定用它的事件 在这 double click 两次 好 那这边的逻辑就跟你刚才 Consul专案的这一个 Program系列 这个Program系列 我把它再 再搬到 右边来 我们有些东西可以沿用 这些逻辑 所以首先呢 电脑要出手 对不对 我们回到manphone 首先呢 要加一些注解 我们这边要 computer place exhand 好怎么样来 我们不是有一个变数在这个地方吗 int吗 好这个地方我可以收起来 我把它 折起来 info把它折起来 折起来 这个是那个 让屏幕看起来 我们不是有一个那个 Playhand没问题 置串 那现在computerhand要决定对不对 就同样的我们就需要其他物件 那时候我们有一个什么物件 叫myrandombergenerator 对不对 好 所以呢 原则上 copy这一行 那它已经初始化 已经令出来 copy这一行 所以将来我的manphone 只要进来之后 我的myrandombergenerator 已经准备好了 所以这边已经 这边就已经准备好了 准备好之后 我这边就会开始用了 好应该是这样 所以回到回来 我们首先 第一步 这个是computer出手 从这边开始 computer出手了对不对 所以computerhand 这次当时读档进来 我们从这边出手 我就开始判断输赢了 好 我就首先computerhand出手 computerhand出手 然后接着我要判定输赢 对不对 判定输赢这个逻辑是这样 我把它copy过来 但是我们要改对 我们不是用console 到这边为止是判断输赢 对不对 确实分数增加 所以你看我从那个console那边 把程式copy过来的时候 好这个电脑已经出手了 然后这边比较大小 对不对 还比较输赢 我们可能还有一件事情 我们会 他假如说是出零出一出二 对不对 我们要先做一件事情 我们现在要做什么 我们要把这个 computerhand的 图形秀出来 所以首先 这个computerhand已经出来 我们就会这样检查 if if 叙述 叙述大概是这样 然后如果说是 那个 我们写一个比较简单的逻辑 假如computerhand 等于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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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代表paper对不对 因为paper意义是说什么 这个图像要什么 用paper这个图像过来 把这个图像copy过来 一样的概念 所以我们现在的逻辑是 假如说他 那我们 要叫名字出来 PCB pitcherbox是谁的 computer computer PCBcomputer 就是左边这个 的什么属性 的image属性 PCBcomputer 因为他都在处理computer 他的什么 他的image 要从哪边call过来 从PCB 因为他是零是paper对 从paper的image copy过来 假如这样 好同样 我们不用else 我们用最简单的if 那就三个条件 就不还有这三种 0 1 2 如果说你会用else的话 可以省掉一些层次的框架 等于1的话是rock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PCBrock PCBrock 这个是PCBthesis PCBthesis image 所以首先把image秀出来 判断输赢 那这个beep的声音可以留到这个地方 可是one就好了 对不对 那现在问题是什么 you won 我们 出手不用做不用打文字出来 因为同图片就很清楚 现在问题是你要提一个字传给他说 you win you lost tie 这样东西 所以我们这行就不用了 这行也不用了 这行也不用了 好 那赢的话有逼深 我们现在保持刚才council的这种 写法有逼深 所以这些层次逻辑都copy过来就可以一模一样 好 好 那最后呢是不是要更新分数 更新分怎么办 就呼叫啊 呼叫刚才那个所谓那个方学叫displayscore 所以 判定输赢了 再来displayscore 呼叫他啊 含是呼叫 含是左小括号 含是右小括号分数结尾 程式逻辑就这样而已 那我们来看一下程式的走法 程式的走法 射一个blayphone在这个地方 好 但是程式会touch 压下去就touch了 因为电脑玩家还没出手 所以这个按钮最好是 那个有一横奔措施 所以目前是0.0 那我们假设 玩家出了这个手 那就准备去评估 评估了他的电脑就出手 评估我们压下去 所以他是paper 出手 好你看程式就来到这个地方 来到你click事件这个地方 那我们用优标来检查 目前电脑出手 还没有出手 Next 3.0 好我们资行过 好电脑出手了 1 电脑出手1 那是不是等于0 不是 下一行 是等于1 1等于1 好那么在Apps 你看 他开始设定 从 ROCK的这一个那个image copy到那个computer 所以image就设定过来了 那这个条件会不会再真 不会嘛 这三个之后一个是三个而已 那接着你就来看看 所以我们现在状况是什么 我们游标进来 Player Hand是什么 P Computer Hand是什么 是1 是这个状况 这个状况吻合 那你赢了 你want 第1升 旺等于旺加1 好 那层次继续来到这个地方 这个条件会不会 不会再真了 这个不会再真 就三个状况 已经赢了 这个绝对不是 来到Display Score 所以层次逻辑是这样子 我们让它继续 所以就赢了一次 赢了一次 对不对 我出步对不对 他出石头对不对 所以我凸起来看 就很清楚 我们不用再打印文字了 所以接着 我再压一次 什么意思 再压一次就是 我还是维持出手 或者我可以改变 我下一次出手 我可以改变对不对 我这次出了 好 重新再压下一次 我这次把那个 程式已经在跑了 都已经 逻辑都已经 差不多完成了 他又出步 你看 太加1对不对 太加1 那我这次出剪刀 以为了下去 他也出剪刀 太了2 出石头 压下去 B医生我赢了 因为他也是 持续出剪刀 所以我忘了就赢了 好那这个地方已经不错了 程式逻辑正常在执行 只是你会不会觉得说好像 好像有些变化没有 適当的提醒你 比如说赢 输 我是不是让他 提出一个提示字出来 可以 假设说我们要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做什么事情呢 我们可以加一个 我们可以加一个 Label进来 这比较麻烦 这个Label可能会 是不透明的 我加一个Label进来好了 我加一个Label 放在中间 这个是不透明的 就比较讨厌 我加一个Label 这个Label 我们的属性把它设大一点 譬如说 我们把名称 因为写成这样 所以Lab Message 我们叫Message LabMessage好了 然后它的那个 它的那个什么 它的字体大小 要让它大一点 正黑 正黑 好让它48 这么大 然后呢 它的 颜色Full Color 稍微改变一下 不要黑色 我们用一个比较鲜明的红色 代表它 那字体也可以加粗 好像可以加粗 你再看一下 可以粗体 看着比较厚实一点 那记得一件事情 一样 这个Label正常状况之下 我们把它摆在这个地方 那再来这些控制项 都有一个什么属性 注意看一下这边有一个属性 叫Visible 我一开始设成 Full Color的时候 它就看不到的 那我希望说判定输引之后 它就秀出来一下 那使用者 按了其他东西的 就把它隐藏起来 大概这种想法 所以 这个Label在这边 叫做LabelMessage 然后呢 一开始是那个 Visible是Full Color 好 所以我们程式脚本 你可以回到Mainform 来到这个函子 或者是在这个地方 当初我们快压两次 是定用视线 对不对 当视线没有定用的时候 快压两次是定用视线 用 Visible Studio 帮你设定名声 定用 如果说已经有设定这个视线 的时候在这边快压两次 快速到达那个城市 那边 快压两次 快速到达那个城市 这个地方了 所以我们要做什么 因为它赢了 所以我们要做什么 这个LABMessage的Text 我们要恭喜它 You Won 给它一个金 就是提示 提示这个文案 大概是这样 Label在哪 那 这个地方是YouLost 就多一个提示 就是说 这次你完了 你是输掉 那怎么会 多了一个键都出来 对不对 好 那在这个地方 Pie 好 这样的文字 那 再把它LABMessage 它的Visible 把它变成True 秀出来 所以 现在多这个提示文案 就协助我们理解这个gain怎么进行 石头对不对 我压下去 它也出石头 Pie Tied 那我讲过没办法 因为这个LABM它其实是有点不透明 就看起来比较稠 对不对 好那现在问题在哪 出现在这个地方 我这是太加一嘛 那我如果开始出下一回合 完了被遮住了对不对 好那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你在出这些回合的时候 它就要把它隐藏起来 所以回合回来就变成 稍微繁复一点 就是 这个出手的时候呢 出手的时候 那记得一件事就是我们把那个 LABMessage 的Visible 再把它称为False 平常起来 多加这一行 是为了要让人机界面看起来比较 比较浑重 多了一个提示 的Level出来 就要把它处理一下 这三个任何案 就是要这样出来 这样就看起来就比较OK 所以整个 Game呢 其实诚实的开放就是这些东西的这些逻辑的这些设定 还有它程序的变更 下去对不对 太 好那我开始出手 出步 它就不见了对不对 改变了 改变了 那是不是 出手的同时 也希望隐藏起来 因为你上次出手还在这边 干扰我对不对 好 所以进一步 进一步 来到你出手之后这个Level 取下到同时什么 同时把PCB PitcherBox的computer的部分 把它隐藏起来 它的Image 好 怎么隐藏 怎么隐藏 你不能设为其他一个 你不需要再准备一个隐藏 再把它设为none none是一个keyword 就说它是一个参照 参照到一个部件 我把它设为none它就不见了 好 所以 这样的 这样的那个 人机界面的 提示呢就会比较完备一点 computer 就Image 只要玩在出手之后 那个电脑的出手就把它隐藏起来 这个样子 好 玩下去了对不对 You lost 被剪刀给K掉对不对 那接着我出手之后呢 我出手下去 就不见了 它就回污到 空的状况 好那你可以改变 改变出手 那再压一下 那这次是同样出手 我再出手 所以让 整个人机界面的这些 呈现引线呢 就让它比较比较合理一点 好那差不多了 就是说万一假如说你弄失掉后再回来看一下投影片 我们还有一些时间 老师再把 几个那个属性跟大家再稍微介绍一下 或者等一下我看一下大家有没有集息的问题 我们再回来这个 Mainphone这个地方你看到我每次玩家一开始出手的时候 这个视窗 这个视窗 在我整个画面 偏到左边来对不对 有没有可能一开始出来就放在正中间 这是我们想要的 有 这些属性 你去点选这个 Mainphone的 这一个视窗呢 它有一些属性 读读看它 假设我们一开始让它出现的时候 你看它读读看 所以我是鼓励大家 因为现在人机界面就是非常friendly 拖拉一个进去随时可以把它的离掉 没问题 那你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 有一个叫 stop position 如果说我们让它希望 成绩出现就出现在正中间 这边有screen 那个center screen的选项 那这样的设定之后 这样你城市就会震惊八百出现在正中间 让玩家看起来比较好了 那另外一个尝试把你的人机界面 协调的比较 做的比较 比较那个就是layout方面做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边材 那我们现在还有一个问题 你看有一个陷阱 一个people 这是我压来会怎么样 城市会荡调 因为我玩家突然没有出手 那玩家没有出手的时候 城市就很奇怪 什么lab跑出来 就不合理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呢应该是说一开始的时候 一开始的时候 这个evaluate这个按钮呢 其实是 不能压按的 好 那怎么办呢不能压按 假如做比较横并然后一开始这个按钮 它的enable 两种做法啦 就是说 一开始先把它 它有一个属性叫做 enable的 这个enable的 变成是force force喔 enable这个button的属性叫enable 变成force 就是压不下去喔 压不下去就完蛋了永远压不下去喔 你看喔 一开始是enable是force 对不对 那我出手了出手了出手了 出手了 压不下去 没有办法判输 对不对 所以 这个逻辑大概概念就是这样 就只要玩家 压了出手了之后 这个按钮就要让它 开启 让它可以 可以用它 玩家压下去开始 刚才那个message label就要不见 这个computer就要变成空的 所以逻辑都会在这个地方出现 所以当我有这种防笨措施的时候 就是防笨措施 这一开始进来你不会马上压这个按钮 一定要出手之后再压 可是我真的出手你就要让我可以压 对不对 所以逻辑会在哪个地方 逻辑会在 一样同样在这个地方 所以呢我们再加一行逻辑 这个逻辑这个逻辑就是 那个 btn evaluate 它的enable 给你true 再把它打开 对不对 这个想法 所以copy 那里面发觉 哎 这上帽这个写程式也不是 很利落 三行都一模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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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没错 没错这种想法 这样我们把它写成一个function 那用copy的方式比较快 我这种程式看起来热热等 没错但是这样逻辑是ok啦 所以目前一开始进来不会有黄奔哦 是不是不会 不会误案啊 这边有提示 click click to cast your hand 好 压下去 你看这个evaluate 我就可以 就可以判输印了 啊 下去 那我下一回合重新压一下之后 这个不见了 这个变清空了 这个被 这个就这个这个OK啦 这个持续出现 本来就出现 因为它出手了 就是马上 它可以更换啊 马上可以出手 压下去 马上可以出来 哎赢了赢了逼身 那你可以 放一个比较好的那个 你可以加音效进来 这个下次 我看一下这个时间 我们还有些时间我可以 可以 可以那个教大家加音效 好 OK那 Pretty much这个主要功能是完备了 我先看一下同学有没有哪些地方 特殊的地方 我把这个人际界面留在这个地方 所以 我们最后好了 我们最后觉得说这三行不够利落 不够利落 我们现在知道 韩式可以忽略 像Display对不对 好没错 那我们就 就是那个 我们写个韩式叫void 那就是那个 那就是那个 我们讲说那个 姑且称为叫 Prayer Prayer hand Craised 就玩家已经出手了 这个韩式 就说你看我玩家 Click嘛 代表玩家出手 玩家出手就把这个三行程式拉过去那个地方 然后把他拉过来的地方 Prayer Prayer hand Prayer hand 已经下手了 那我是不是要把Message 把它隐藏起来 把那个电脑的Image藏起来 把这个按钮让它启动 就 变成一个Function了 那这个Function就改成Function呼叫 我当我Paper已经Click了之后 呼叫这个Prayer hand 是Placed的 那这个就改成 韩式呼叫 可以理解吗 所以为什么要把一些几个叙述包整个韩式 其实有意义的 给他有一个名称 那将来可以 那城市好几行一直在重复 所以这场城市呢 就是 取代掉这个三个城市 让整个逻辑概念也非常清楚 我玩家出了一个剪刀 把我剪刀设定起来 Image变更 那通知说我现在玩家已经 出手了 玩家出手就要做什么一件事情 要把如果说当初那个 有上次提示的问题 把它隐藏起来 那电脑玩家的Image要把它清除掉 然后把这个东西启动 所以这样的逻辑就会 所以将来写程度大概会设法 把一些功能韩式呢 一再重复的东西 包成一个方法 那这个Messor呢就是可以重新互加 然后老师有时候口语 会叫 方法 方法是微软的称呼 就是方言 微软用这个方法代表它 因为它是一个物件的方法 那有时候我们称为叫函数 函数是数学的 可是一般我们Programming呢 通常叫函式 中文叫函式 可是英文名字都叫方选 英文名字 数学的方选跟那个程式的方选 是一模一样的字眼叫方选 可是中文为了要区别函数跟函式 就是函数就是存在数学 函式是真的一些逻辑程式在执行的 电脑程式 所以我们 一般用函式 所以有时候 老师会讲函式函数 或者方法 其实都同样同样 就是一个方法 一个Messor在里面 或是一个方法在里面 好那最后如果说我要加一些那个音效 那音效你如果说能够找到一些MP3的音乐 那我不知道能不能找到MP3的音乐 我试着来找一下 我们试着透过网络找一个 可以加音效进来 那个我们称为叫做那个 然后我们找到的 Soundcrypt 那Soundcrypt也可以找到一些那个 影响 或是Wave的 Wave的Form 我们规则上找到Wand的那个MP3 看有没有这样的东西 Wave也可以 你可以从Google找 或是从电脑 你电脑系统本身 也有一些Wave Wave的一个程式 Wave的一个File 可以拿来用 我看我就不用网络上 网络上可以自找 我透过我这边来快速的 找我电脑 看有没有一些那个 WaveFile WaveFile或是MP3的File都可以 没有 是Debug C 那通常网络上会有一些网站是一些 音效短片的这些 资源你可以找得到的 或是MP3也可以 那你就可以加在 譬如说 银的时候给它欢呼声 然后输的时候给它随位的声音 那Ti的话可能是简单的B声 这OK 那要使用Sound呢 颜色上就是你要一个音效档 那音效档可能要跟你的应用程式 处在同一个地方 好我这边有一些 我把它 我可以暂停吗 我可以copy过来 这Windows Popout 有些 比较短的音效 Free Discover的 好我把它copy混过来 到桌面 这边还有一个copy过来 我不知道它的音效是什么 等下我们再 好 Scooter 还有一些 我再给它拖到一步 我拖到一个三个音效 我找到了 那我随便给它命名 一个是 好我可以播放一下 没有声音 这很大吗 这是很大吗 C 没把播放 好吧我这些webfile可能有些问题 好吧我们可能还是找一下mp3 看网络能不能找的mp3 这是音效档 这可能是音乐 好webfile桌面好了 现在怀疑我这边为什么会有问题 滴滴 好有一个声音 我说他有一个 好所以滴滴 我有一个滴滴的fire可以播放 那我滴滴把它copy到我们solution里头来 就是尽量抱在一起 将来万一的问题 比较OK它 所以 我们可以滴滴滴滴滴把它放到winfoam里头 因为跟winfoam有关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刚才不是有三个png吗 还有png 那现在多了一个ddw 那ddw比较麻烦就是 你要播放音乐的时候 这个音乐档 好我们首先是一件事情 所以记得我们现在有两个专案 这个是counter专案 winfoam专案 我把winfoam专案把它纳进来 我winfoam专案管理 那个音效档 所以我们这边加入 注意看 这个是foam 我加入那现有的项目 现有的项目 现有项目那你就跑到 那个 那现有项目它原本上 内定是那些东西 你最好是找信号信号的 所以我们加入的 其实是一个 那个wave file 好 所以这时候你就会看到 我有一个 就是试的把你的dd 纳入这个专案的管控 所以ddwav加入 加入 加入 加入进来 所以看到在你的这个 那个 那个 专案里面 winfo专案里面 有一个文效档 叫dd在这个地方 好 dd之后呢 我们其实就可以 那个 引用它 所以再来 你带你manphone这个地方 这个manphone 目前有这个 这个就是你的data 对不对 我加一个叫做 soundplayer s-o-u-n-d-p-l-a-y-e-r 好 那这个是什么类别呢 其实 单独分有一个类别 那目前不认识它 目前可能会不认识它 因为 当然 因为它藏在一个 那个 单独分有一个这个 命名复杂的一个 逻辑目录之下 不过不要讲 这个我知道名字拼对 我可以透过 intelligence协助 帮我找 在这个地方 这个intelligence协助你的 展开来看一下 哦 原来这个soundplayer 确实是存在 但它存在是存在 system.media 之下 的intelligence 所以你要用它 你要加这一行 要不然就联名戴性教 好 我click on它 不就是帮我写 不就是帮我写这一行 帮我写这一行 就是帮我写system.media 也就是说这soundplayer 其实是放在media 它是一个类别 可以协助我们播放音乐 所以这个 我们就写这个oneplayer 大概这样 那同样 你在那个类别里面 也可以先new出来 new 那new法 有new三种做法 在这个地方比较 有一个字串是location 然后stream 好不好 我们不管它 我们现在不要在这边new好了 因为我们要设定那个档 设定播放的这个名称 我要设定它播放的dd等wf 所以我刚才的作为是在manphone里添加一个won player的变数名称 它是一个soundplayer 那来到manphone 建构函子 刚才我们讲了 manphone建构完了之后 准备要秀出来之后 建构完之后 我们是不是让它改变一下那个label 秀分出来 同样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来new 我们的playernew好 one theplayer 要先new出来 任何一个物件 假如说你建的它 因为我们不能直接用类别去教用它 是要有物件 有物件之后 才才那个 所以我们要new出来 按一个new keyword 空格 intelligent 知道你的oneplayer 是属于这种类别的 所以它按完new之后 它就秀出这个类别的建构韩式名称 所以你虽然看到的不是紫色方块 但是它是一个物件的new 按另一个建构物件出来 所以通常是invork它的建构 还是直接按左小括 有点像韩式附下这样 它左小括 那这里面呢 就会有一个那个 三个用法出来 好我们或许一步步来 这样好 那之后呢one theplayer 再设它一个属性 点下去物件点下去 有一个那个叫做soundlocation 的属性 那我们其实就把这个名称讲好 就dd.wav 那事实上你也可以不要这样 你可以在刚才 因为刚才建构韩式 你可以把 把那次算交给它 它就是一个叫dd.wav 这就是东西 所以同样 因为它你注意看一下 再回到这个韩式里 按左小括号 IntellioSense会秀出来 你有三种建构法 这边就是直接给它 那字串就是soundlocation给它 所以这样就一劳永逸 就直接给它 那你不给它 因为eventually这个 这个player要播放音乐的时候 需要知道 档案的位置嘛 所以你可以间接的分两次 one theplayer的 这个属性 soundlocation 你看 就soundlocation是一个字串 一样的概念 所以要嘛你就直接在建构 还是就丢给它 要不然就是先空空的 建构它之后 再来设定它 都一样的东西 所以我们要设定什么 d.wav 好 那你这个物件准备好 就是音效的播放节 oneplayer准备好 是不是在赢的时候要秀给它 所以当它赢的时候 一忘的时候 就给它伴奏音乐给它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叫出 这个soundplayer 我们就看它叫oneplayer play 有一个韩式就叫play 所以你设计soundlocation 你呼叫它play的时候 它就到soundlocation 把它打开播放音乐给你看 只是音效的播放方式 就play就好了 呼叫它 好 那不会成功 你为什么不会成功 我们等一下来看 所以今天我设一个 中断点在这边给你看 假如说赢的时候 要停在这个地方 所以有必要在这个地方 压下去 太没有赢對不對 再压一下 太 再压一下 太 you lost 这个loss 又赢了 b1升 那准备要执行播放 对不对 在准备要执行播放 播放的时候 它说确定暂存档存在指定的位置 找不到那个档案 好 那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这个 你看 你现在程式在哪边 在这个地方 你要找到你的程式 原始程式 你可以快速的 透过这专案 按右键 这边有一个 在档案总管中开启相关的资料夹 这就是你的专案所在的地方 对不对 我们的DD5放在哪里 DD5放在这边 DD DD.WAV 但是你的组程式在哪边 你的组程式被编译完之后 放在这个地方 点Debug 这个地方 这个程式你执行它的时候 你赢的时候 他要播放DD.WAV 找不到 这边找不到DD 找不到 一说在这个地方没有DD 他没有办法播放赢的 你看 找不到的档 他就当掉 程式就当在这里 你看 你的音乐程式发生意外 这个请确定音效档存在指定的位置当中 这个错误在这个地方 好 那意思是怎么办 我可以人工的 我可以人工的 把我的音效档copy过来 放到这个地方来 但是比较麻烦 在这个地方 让我知道这个就是我要的DD.WAV 因为 因为什么 因为我在这关写说 那个你的档案的location 档案的location 就在DD.WAV 所以我必须要给它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说我copy一份 Ctrl-C copy一份 Bean Debug在这个地方 我把它放进来 所以这个程式执行的时候 要播放DD.WAV 就在旁边 DD.WAV 它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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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 那个音效就会正常 所以我们再看一下 好 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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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现在D.WAV正在执行这个程式 那准备播放它 好准备播放了 好 好 刚才听到音效就出来 所以意思是说 那个大潜艇音效档 我老师目前教你这个方法 是一定要单独以档案存在 同时放在这一个 那个exe file 这个地方 它才能够执行 那也就是说将来 你要把你的game 给同学run的时候 你这两个都要copy过去 给它 它就可以run 所以在这边呢 你看我这边执行 我不是透过debug 在这边它就可以玩了 好 听到后面的音效声 所以这时候就过来 好 那这个时候就很麻烦了 这个时候 这个我还有人工copy 就很讨厌 对不对 你看我现在把所有东西清除掉 我都所有东西清除掉 当你压了 当你压了 当你压了那个 这个compiler 重新compiler 重新debug的时候 Visa帮我们编译器 而且马上进入执行模式 对不对 这个执行模式 就会当掉 对不对 因为没有音效档 音的时候就会 你看 我把break point拿掉 让它继续执行到点 就当掉 对不对 所以目前你debug会当代 因为它找不到档 你拿这个地方 关注执行它也麻麻 对 也会挂掉 因为没有ddd.wav 音的时候就会出嘴对 好 那怎么办 好 我再把它重新拿掉 你如果说按这个编译器 它只会 只会编译成一个exc file 对不对 好 再回答我们专案里头 麻烦你点选 我有反控这个dd.wav 好 那看一下 我点选它 我点选任何一个file 这看一下 点选任何file 下面的属性视窗 是在描述是描述 你这个档案 这个档案 这个档案 它的一些属性 好 我现在针对dd.wav 因为这个专案 那我会用到dd.wav 对不对 可是我现在点dd.wav的时候 你看 建置的时候 当这个应用程式建置的时候 它的是属于content 那一部分 但是 有没有要复制到输出目录 这边不要复制 那我是不是 一律复制 也就是说将来这个应用程式 编译成功之后 我这个dd.wav 我一律复制 以后 请这个专案 这些方法复制过去 我不要认为自己在copy了 好 所以记得 因为我的专案需要用到dd.wav 所以dd.wav 我就在这个属性这边的设定里 要求它复制过去 好 所以你注意看一下差别 现在这个地方是那个 程式目录 我按一下这个开始 跟变译跟开始 它dd.wav自己copy过来 省掉我们app 所以我即使在debug 绝对不会突出了 好 好 音效就有了 我赢就有音效 好 我一直赢 音效出来 好 OK 成功了 所以回去呢 你在善用 虽然老师教你们这几招 你可以善用 比如说我赢真的不是bip bip是那个移到tide的地方去 好 平手就b一声 那赢的话就播放我的音效 速的话你就播放一个 随备比较随备那种 那种音效找到它 放到那个地方你的gain 就会非常有趣 所以鼓励大家 找一个 比如说再找一个拍手的 那个录音档 wav5 那播放这个拍手录音档 就是它赢了 让它觉得有音效的 这个效果加成 所以目前是一个非常差的 赢的音效 加上平手是bip 那麻烦你自己 虽然我们只会一两招 可是你的这个gain 这个视窗的gain 其实可以伸佛灵活现的 好 赢对不对 输 没有音效对不对 赢有音效 平手 是平手 提示你的使用者 好OK 那我们今天呢 其实我看是不是还有一些时间 老师可以在线上 如果说你有问题 可以提出来 那不然的话 这个下午 老师会把影片 再上到酷尔去 那你可以再 再检视一下酷尔这些内容 好 我们有些问题 我可以及时回应 好不要紧 没有办法跟上 我们影片知识还有啦 OK 有些同学可能有实际上问题 看一下 好 Label的大小 没办法修改Label的大小 好 好 这个我们要很快演练一下 记得你拖过来 因为Label 它by default是要秀文案用的 你看我拖拉一个Label过来 你看它没办法变更大小对不对 因为内定 内定它只要秀文案内容 所以这个时候你要让它改变大小 像我们这个地方要改变大小 第一件事我们做了什么事情 我真的这个Label要改变大小 第一个你要设它一个属性 它Auto size的属性是被启动当中 所以你要把它拿掉 我不是让你Auto size 我要强制设定它 好 这样的话你看 框框就不同了 我就可以拉大拉小 那我可以设定 你这个Label 将来另外一个属性 就是在这个大小范围之下 你要摆在哪个地方 这边有个alignment 它摆在右下角 它摆在右下角 摆在靠右 摆在中间 所以Label呢 有一个重要属性 就Auto size 像我们这个东西 引用Label 所以我们又把它Auto size 拿掉 我们把它射在中间 就是有关Label这个地方 是这样的东西 那其他同学 我们快看一下 所以大小是 你要先改变它的Auto size 好 没错 对不起 老师有看 有同学有提醒他 好 不错 OK 好 那PitcherBox在执行的时候 不允许我按下去 不允许按下去 执行的时候 不允许你按下去 可能你按下去 没有 你可能是没有设它的Button 假如一个PitcherBox 你要压下去 什么意思 好 不要人家订阅它的成字 好 他说有点下去 哪些成字 进去只是在实上看不出来 好 不小心点压了两次 好 这个东西也很重要 等一下我老师再回答 对 对 你正常快压两次的时候 有时候会突垂 好 抱歉了 因为我们不是是以上个 如果说你是以上个老师 跟住家可以及时给你回答 我现在示范一个常见 大家好 在使用视窗 常常会突垂的一件事情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回来看一下视窗 你今天拖拉一个东西进来 其实我拖拉一个level过来 其实拖拉一个level过来 我们其实偷看一下 这个level过来 这边highlight出来 对不对 你看它的闪电 有一个东西已经被highlight 对 有一个click视窗已经被highlight 就是你拖拉这个一个控制向进来 比如说我再拖拉一个button 控制向进来 我拉错了对不对 但是你再回来看一下它的这个闪电视窗 它已经有一个那个click视窗已经被highlight 好那意思是说你拖拉一个空向到你的凤里头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在选举它的时候不经意的 不经意 这叫extentary 你快压了两次的时候会出现什么问题 注意看一下 只要我level我今天在拖拉过程里 不经意快压两次的时候 糟糕糕糟糕 这个竟然已经进来这个城市的这个西校快流 然后已经有一个韩式已经帮你准备了 也就是说你不经意的在人机界面上快压两次的时候 你已经不经意的定用了它的一个click事件 那你只要不经意定义了一个click事件的时候 你就很紧张啊 你会紧张啊 这个不是我要的 这不是我要的 我把它delete掉 就完蛋了 注意看一下 我把它delete掉 我不是真的把它delete掉 我把它变成delete掉 你delete掉 好我把它delete掉 我真的把它delete掉 delete掉之后 delete到任何韩式之前 你稍微看一下前面有一个叫你参考 我把delete掉的时候 我把它delete掉之后 就会出现什么问题 delete掉之后 你要再回来设计界面就完蛋了 就跑不出来 就跑不出来 好 这个是我们最常见 同学初次接触到Winfoam应用程度 会有这种现象 那就跑不出来 就完蛋了 要怎么处理 其实也不用担心 第一行错误第一行 就 double click它就可以 但是我告诉大家 为什么你delete掉之后会出现问题 因为在这个Mainphone里头 这个Mainphone里头 其实还有一个叫delete.cs 在这个里头 你假如真的你出问题 你就来到这个地方解决它 来到这个地方 那这个有一个韩式隐藏起来 又臭又长的韩式 在这个里面 其实都围着 心惊苦苦在背后 帮你写这层子 你会看到一样的层子 其实是红色的 红色毛毛总的地方 代表Twitch的地方 就在那个地方 要不然呢 你不敢进来这个地方 你这个城市 这个Mainphone没办法秀出来 你在这边double click也可以 double click接 也会跑到这个行程式 来告诉你 这样程式的出问题 为什么 你刚才做什么事情 你刚才把这个韩式delete掉了 可是呢 在这个designer.cs 要用到这个韩式 那因为你delete掉那个韩式了 所以这个地方就找不到了 这个是事件 这个是你看这个label事件 你double click的时候 讲白话 double click的时候 你已经定用这个click的事件 所以定用click的事件 程式两个地方 会有跟它相关 Visual Studio 帮你写的这样程式 说定用这个click的事件 那这个事件触发的时候 要来呼叫你这个韩式 可是你在这个地方 把那个韩式delete掉了 所以这个地方就突出 所以假如说这种情形碰到 假如这种情形碰到了 你一定要在designer里头 做一些处置 就把这场程式delete掉 delete掉就可以了 那或者你怕delete掉的时候 找不到 你就可以把它comment掉 那comment掉就可以 或是delete掉就可以 所以让它一致 也就是说 当你在mainform里头 delete到一个韩式的时候 如果说它有参照到 两个地方都要delete掉 所以这样就OK了 回复到这边就OK了 就正常 所以我再提醒大家一次 演练一次 你今天这个东西 可能在拖拉过前 double quick两次的时候 那很紧张 不要紧张 这个地方 你在delete掉它之前 你看到一个参考 你可以点进去 展开来看一下 就这个地方参考到它 所以来到这个地方 你可以用人为的 把这行delete掉 先delete掉 那再回来这个mainform 这个韩式delete掉 你看0个参考 delete掉就OK 这时候mainform 就秀出来正常的 或者说你真的 那个extended 快压两次 定位这事件的时候 你可以正常的 不要在这边delete掉它 可以正常回到设计界面 这个地方来 点醒到这个家伙 来到这个事件 把它怎么清除掉 不是把它清除掉 这边按一下左边 这边按一下右键 重设 重设就是我这个事件 不要定用的 不要定用了 那不要定用的时候 它就把定用这个清除掉了 它就到这一个 design.cs把你拿掉了 然后呢如果说 如果说你这个地方是空的 它可能会把你清除掉 那这个地方没有清除掉 就我们自己来清除 所以我们在设计界面的时候 有时候因为滑鼠不灵光 或是怎样 可能你拖来空箱进来 可能double click 你看哦 我即使main phone 我double click 也会产生一个事件 我double click 产生一个叫road 事件出来 所以有一个地方 在design有这个地方 它写了这个叙述进来 它写了叙述进来 所以你要删除的地方是 重复把这一行删除 把这个函字删除 把这个函字删除 或者回到设计界面 还回 这个main phone 点它 然后在事件这地方 告诉它说 我要清除 我要重设 清除掉 然后呢 不就实际的 就会把这一行清除掉 那很可能 把这个地方也清除掉 你看刚才 它把那个 这个函字整个清除掉了 所以不一定 它会清除掉 所以这个是 刚才同学 可能面临到的问题 好 所以不小心按下 按了两下 这个就是因为 定用的事件 两个地方都要去处理 好 抱歉 有些同学觉得可能跟不上 不要紧 再回去 其实我们这前面几个assignment 其实让大家熟悉一下 C-sharp的原子程式 就是一行样的程式在执行 好 Council是一行样在执行 那 Winfoam里头 我们就会晒 我们就将来就是 都是Winfoam的用程式 就会用到这些控制项 然后体验一下 控制项呢 抓进来 有控制项的变数名称 我们要用变数名称 去存取它的property 或者是呼叫它的函数 所以这个程式稍微 大家花一点心思理解一下 因为往后 应用程式就要透过这个人际界面 那个实做一个比较有这个 高人际界面这种 互动性的应用程式 所以稍微一下 要了解一下这个机制 每一个拖它进来 将来就是一个物件 程式我们就会 程式要用到它 所以要设定它有意义的名称 然后有些时候 我们要借助一些所谓 类别的协助 有些类别协助 或者我们直接用类别点它的 帮助函数 或者说我们像Random 我们这次用到 我们这次程式有用到Random 这个类别 它装我们帮 尤其在game里头 都会产生很多乱数 但是它是要 入出一个物件来处理的 所以你看到 这个是一个物件要入出来 事实上 Vidio Studio 已经帮你准备了很多的data 像你刚才脱胎 我们来看一下 在你的mainform这个类别里面 它定义这个变数 你看 这个就是类别名称 Button Label Picture Box 类别 那我们自己设定的名称 我们改变名称 PCB 这是我们物件名称 那这个开始呢 你要 你程式要能够Run 有类别的物件名称 要New出来的 这个都要New出来 所以程式 要完成的时候 它其实来跑这行程式 跑这个叫做 Initialize Compone 这个韩式 因为Initialize Compone 韩式是哪边呼叫 Semiphone里头 New了一个物件 New了一个物件 你看 那呼叫这个Initialize 那Initialize 在一行一行程式 辛辛苦苦的 把物件New出来 你看哦 把这个那个Label New出来 这个家伙才有 它有data New出来 Hanel1 New出来 Ceasers 这个Picture Box New出来 所以每个都New出来 那你是不是在人机界面 在这边很快乐的设计 它的属性 你看哦 这个Label什么AutoSight 变成Force 然后什么Center 这些东西 这个每一个设定 其实都要放化成程式 都是Visual Studio 在这边 你看看到刚才Label score 对不对 我们有设哪些属性 我们把背景设为绿色 你们看到 设为绿色 刚才点选 但是都要透过程式 才能够真的展现出来 我们是把它Duck到这个最上面 护轻的最上面 把它贴到最上面去 顶到上面去 我们是不是改变它的Funk 我们是不是设定它Funk 让我们的颜色变成那个黄色 淡黄色 这都是颜色设定 那我们是不是有设它的AutoSight AutoSight没有变更 AutoSight改了 好 那Centerline 那其他东西 所以呢 原则上Visual Studio 帮你做这些事情 帮你写的层次 第一个宣告有这样的一个变数 那这个变数是这种物件 然后呢 在这个函式里头 统一帮你new出来了 把这个物件new出来了 然后你的所有的设定 一行的设定 帮你写一行层次在这个地方 所以真正呢 你这边秀出来 你这边秀出来结果 是这个Design 这个层次上执行过去的 所以将来层次执行的时候 这个Initial还是会一行要执行 所以你的Main Phone 你以为是这样new出来 可是你看这个层次的执行很多事情 那接着呢 我们开始变更我们的设计 开始new出我们的Sound Player 那我们那个设定一些东西过来 那层次将来就是透过这个事件的触发 执行这些东西的 好吧 细节我们以后会持续再跟大家提醒 所以我们今天就到这边 因为我们很快会把这个层次 这个影片RABA起来放到那个酷尔上头 你可以跟上 你可以再回来 然后呢 花灰你设计 你不一定要跟老师这么一模一样 你可以设计一个比较漂亮的东西 或是加一些音效进来 或是改变你的图形 那好吧 那如果说过程里面有一些问题 可以透过Email给老师或助教 请求协助 好吧 我们今天就到这边 OK 谢谢大家